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江星不比星,第八集,黎幽梅在失态,他恢复了谋臣该有的平静,淡淡地道,那草民欲助王爷心想事成,荣灯大宝。 大皇子畅快地笑着,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登上皇位的样子,京城不知名暗示。 几个腐烂到一半的头骨在角落零零散散地堆着,一只红眼睛乌鸦口中吊着一根手指,大块朵移。 浑身笼罩在黑袍下的男人又出现在了暗示里,像之前那样,阴哑着嗓子对乌鸦问,这次他死了? 死了?嘎嘎。乌鸦吐出了嘴里的手指,血红的眼睛瞪着男人。 死了?他终于死了。 哈哈,蓝旺鸡,你终于死了。 那男人好像疯了一般,在暗示里面狂笑着,好半天才平静下来,那斗篷的兜帽滑落了些许,露出一双阴侧侧的毛子,里面燃烧着极度的火焰。 男人没有多留,他又往暗示里扔了两具尸体,只是出门时,风吹起斗篷的一角,一丝白色的外袍露了出来,将驾。 江丰眠最近很惶恐,如今兰家、孽家、魏家皆遭了难,剩下的两家里面,金家如日中天,虽然遭新皇忌惮,但亦有反抗之力,可他们江家将和日下,又是前朝勋贵。 若是真的,惹得新皇不悦,怕是百年之后再无江家。 他一个人急得在书房里面走来走去,静不下心来,暗卫最近传上来的消息,也是情势惨淡,遭难的几家闭门不出,金家的态度也是暧昧难测。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原本长女艳离和金家嫡子金子轩的已经过了庚铁,可偏偏于玄鹤死得太快,皇帝驾崩,虽然贵族只是禁止嫁娶一个月,但是看如今的情势,怕是为了不引起于子苏的猜忌,短时间内是不能安排这门轻视的。 江峰眠?书房外面传来一声女子的娇喝,一身紫衣,腰缠软边的于子渊大步走进了江峰眠的书房。 江峰眠心中想着事情,却被于子渊这一声给打断了,他看着于子渊有点头疼,只能无奈到,三娘子,何事? 于子渊看着江峰眠这副不急不缓的样子,就生气。 她是将门女,父亲是军中新贵,颇得先皇器重。 当初正是因为江峰眠这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才喜欢上了对方。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江峰眠一直是这副不冷不热的样子,自己与她相敬如宾。 虽然没有那切事,可对她也算不上多好。 曾经她因为这个,也闹了好多次,可江峰眠只会在一旁看着自己累到平静。 燕离的婚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过了,今年生辰她就要十六了,一直不嫁算怎么回事? 于子渊冷声问着,这个长女她是不满意的,性子温吞像极了江峰眠。 听到女儿的名字,江峰眠的面色柔和了一点,先帝驾崩时间尚短, 且最近世家频频出世,这种时候还是低调一点为好。 低调低调,江峰眠,你只会低调。 于子渊感觉自己就像是在面对一团棉花,过了十六就是老姑娘了。 你难道要全京城看燕离的笑话不成? 五大世家这一辈就出了燕离这么一个主卖嫡女。 你难道还想让她下架不成? 还是你看不惯我,连带着也看不惯我给燕离挑的这份亲事? 江燕离和金子轩的这份亲事是娃娃亲, 是于子渊和金家的竹母柳青儿定下的, 两人是手帕娇,生下的孩子又正好是一男一女, 索性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三娘子,你想多了? 江峰眠不想和于子渊吵, 她冷声道,你回你自己的院子吧。 呵,于子渊转身就走,留下一声冷喝。 两人的争吵,在江家的下人看来已经成了习惯, 可江峰眠不知道的是, 自己和于子渊的争吵内容早就在于子渊走后, 就传出了府邸,到了其他人的手里,金家。 金光扇此刻也坐在书房里, 她的身边坐着一个黑袍人。 金家主,我们主子许诺, 事成之后,金家会成为唯一的百年世家。 那个黑衣人表达着自己身后之人的条件。 金光扇慢慢地压了一口茶, 茶展在手中转了两圈, 才轻笑着回道, 公子真是说笑了。 您家主人与金某不过是生意场上的交情, 何来得共谋大事? 金家对大储忠心耿耿, 绝对不会伤害黄泉半分。 对面的黑衣人好像早有所料会被拒绝, 也没多留。 她从袖中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 打开后是慢慢地淫票。 这是上次行动的尾款, 金家主, 请收好。 然后起身朝门外走去, 临出门时, 她又补了一句, 主子非常期待能和金家主合作, 还希望金家主能考虑一二。 金光扇没有去送, 她把玩着自己手中的杯子, 默默无言。 摩的, 金光扇笑了, 好像是在笑某个人的自不量力, 笑他自卑又自负, 笑他语意不齐, 还妄想登天, 云州, 西江军营。 如今的西江军营里满是萧条, 夏季已经到了尾巴, 可天气却是越发的燥热。 伤兵营那里, 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 他们是和西蛮战争里受伤最重的人, 可是在这个时代, 这样的伤是会要了人命的。 如今的西江军药紧缺, 魏无县虽然从附近的县城里面, 紧急抽掉了一批回来, 可是依然是不够用。 他的折子已经递上去半个多月了, 八百里加急, 应该很快就能到达京城。 可是京城的探子返回来的消息是, 余紫素丝毫没有拨来粮草药物的命令。 谢莫杀驴, 魏无县冷笑一声, 可是,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不是吗? 此时距离战争结束, 已经过了三个月, 西江军锐减到了七万人, 可是余紫素没有丝毫补充西江军的征兵想法, 左右西江至少会有三年和平, 而且还能抑制一下魏家手里的军权, 这也能让他们明白, 军权这种东西, 皇室能交给他们, 也就能收回来。 魏无县现在把所有的东西, 都搬到了兰望基的营房, 他留着兰望基以前生活的痕迹, 把自己的东西摆放在他的旁边, 感觉这就是两人一起生活的模样。 他很庆幸, 兰战回到兰家时, 还是那副一尘不染的模样, 即使他的大张旗鼓造人诟病, 可是他不在乎。 魏无县现在已经能做到兰望基以前那样, 处理成堆的军物, 井井有条。 他不在了, 他就把自己活成他的样子。 但是, 魏无县看着自己手里的这张纸条, 罕见地陷入到了沉默之中。 这是一封匿名的信件, 没有落款。 信哥飞进西江郡营的时候, 手下的人看到了上面魏世子亲戚的字样, 以为是镇国公府, 发给魏无县的家书, 就给魏无县送了过来。 魏无县拿到手的第一刻就明白, 这不会是自己家送来的。 这只是京城里面流行的石色间, 依照父亲的信子, 他只会用最平常的纸张。 送来的密信是深绿色的, 信上内容很简单, 今夜子时, 妖世子南风陵一见。 南风陵就在西江郡营旁边, 魏无县皱了皱眉, 装神弄鬼之人。 不过, 当夜, 他还是到了南风陵, 他总觉得他会知道一件大事。 他是从军营直接走进南风陵的, 刚进这里, 他就闻到了纸张燃烧的味道。 魏无县的无感敏锐, 再加上他现在正好站在下风口, 这味道虽然相隔甚远, 但依旧被魏无县察觉了个分明。 难道是西蛮残兵蓄意报复? 这是魏无县的第一想法。 可是下一刻, 他听到了蓝将军三个字。 蓝战? 难道是, 有人在祭拜蓝战? 在这里偷偷祭拜, 应该是不想让人知道的。 魏无县想偷偷走开, 可是这时却又来了人, 迫不得已, 魏无县躲了起来。 你疯了! 这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像是刚刚从另一边走过来。 魏无县现在的位置, 是几棵树的中间, 借着夜色和树木的遮掩, 没有让他们发现。 这里离西将军营那么近, 你想要暴露咱们不成? 新来的人似乎很害怕, 他压低的声音里面满是愤怒。 出事了, 就当给蓝将军赔罪好了。 魏无县看到之前还在烧纸的那人抬起了头, 那人背对着他, 看不清样貌。 可是听声音, 魏无县听得出来, 这人正是蓝望机底下的皮匠之一。 你想死别拉上老子。 来人很愤怒, 可又像是故意往皮匠身上扎刀子, 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愿意去做的, 如今人死了, 你有做什么假慈悲? 要不是你们用我儿子的命逼我, 我能害死蓝将军。 皮匠好像是被逼到角落的孤狼, 蓝将军对西将军有大恩啊。 什么? 魏无县的脑子停了一瞬, 蓝战是被人害死的。 魏无县以前不是没这样想过, 为什么西蛮的军队会那么准确地找到蓝望机的位置, 将他一个人围攻致死。 可是, 他万万没想到, 出卖蓝战的会是西将军内部的人, 他原以为是皇位上那位看不惯西将军的。 反正你要知道, 你不听话的话, 你的孩子还有家人, 一个都不能活。 来人恶狠狠地对皮匠说着, 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 主子交给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你的家人主子会保护好的。 皮匠没再说话, 来人见没什么要说的了, 也抓紧离开了这林子, 这里离西江军营太近, 难免隔墙有耳。 魏无县趁着夜色紧紧跟在那人身后, 见他走进了距离西将军最近的一个村庄, 那屋里里面明显有接应他的人。 魏无县不动声色地退了回去, 他没有打草惊蛇, 听这些人话里的样子, 他们明显是有幕后之人的。 他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给蓝战报仇。 魏无县坐在蓝望鸡的营房里面, 一夜未眠, 不知不觉, 又到了年末。 可是今年的西将军营, 再也没有了去年的热闹。 征收已过, 可是新的粮草迟迟没有送来, 如今的西将军上下, 吃的还是去年的陈粮。 魏无县知道鱼子肃的意思, 如果自己能服个软, 率先在五大世家里倒戈皇室, 粮草马上就能达到西将, 否则, 没了粮草, 支援的西将军, 就成了梅牙的老虎。 即使魏家军逼臣返, 西将军也不会跟着魏家叛乱。 可是, 难道真的不顾西将军三万将士的命, 甚至不顾蓝湛的命, 去向那个狗皇帝摇尾起连? 魏无县垂了一下桌案, 心底里有一种无力。 魏无县自幼跟在母亲身边, 见证了不少皇宫里肮脏的勾当。 他心里明白, 自己若是真的服个软, 鱼子肃站稳脚跟后, 也不会善待魏家, 至于其他四大世家, 更会视魏家为死敌。 不过, 鱼子肃好像忘了, 现在, 大半的西蛮都是他西将军的。 虽然这里土地不善种植, 但确实天然的好牧场。 魏某不才, 但是西将军上下, 找出几个入伍前养殖过家畜的人, 还是很简单的。 鱼子肃也不会想到, 他现在通过探子知道的消息, 都是魏无现象让他知道的。 魏无现象, 再过不到两个月, 秦氏就会反过来了, 届时, 京城也就该乱了。 他眺望着东方, 放入已经看到了马蹄激起的烟尘。 鱼子肃登基不过大半年, 可京城里面的中小世家倒戈无数, 不听话的, 也被新帝寻了由头, 或是打发出京, 或是下坠大牢。 三皇子昔日里掩盖在平庸之下的铁血手段, 如今在皇位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只怕是老皇帝一早就认准了此子, 将帝王之术教授的炉火纯青。 而且, 魏常泽在给魏无现的家书中, 曾有怀疑, 五大世家, 怕是早就有人和于皇勾结到了一起。 魏家家训, 旨中大厨。 世家和皇帝从来都是相互彻肘的关系, 如果一方独大, 对天下来说都是灾难。 此刻的皇宫? 阿瑶, 你说这些大臣是不是闲的呀? 承天想往镇的后宫里塞人? 京城里人人眼中深沉严肃的新皇, 坐在暗室里, 面对面的和对面的男子喝茶。 青年长着一张很占便宜的脸, 面皮白净, 眼珠黑白分明, 七分俊秀, 三分机敏, 面相很是凌厉。 这样一张脸, 讨女人欢心已足够, 却又不会让男人产生反感。 年长者觉得她可爱, 年幼者又会觉得她可亲, 就算不喜欢, 也不会讨厌, 所以说很占便宜。 草民又怎么会知道呢? 梦瑶看着对面的鱼子素, 笑着摇了摇头, 她笑起来是很温柔妥贴的样子, 眼底干净, 像极了一个她的故人。 鱼子离那个蠢货, 以为朕惹了五大世家, 她此次出兵讨伐, 必定会得他们想相助。 鱼子素说到这里, 像是很开心似的, 她身边那个军师, 也是个看不清的, 她能想到的, 要早就想到了。 后宫里太后, 那个毒妇, 最近也不安宁, 她怕控制不住我, 总想讲她那个好侄女嫁给朕。 好, 阿瑶, 你说说话嘛。 孟瑶只是喝了杯茶, 继续听鱼子素叙叨叨。 聂家现在还是没什么动静, 聂怀桑整日待在府里, 即使外出, 也就是去聂明爵的目的, 朕觉得他那边的暗卫, 可以收回几个了。 你说呢, 阿瑶, 即使得不到回应, 鱼子素依然乐此不疲, 他喜欢和孟瑶说话, 像以前两个人相依为命的时候那样。 陛下莫要大意, 即使聂明爵死了, 聂家依旧是五大世家, 毕竟, 现在的聂家, 还没有颓败。 嗯, 鱼子素丝毫不介意, 自己的建议被搏。 魏家那边, 魏长泽那个老狐狸, 看不出一点态度。 魏无羡那边, 所有关于粮草的折子, 都被压了下来, 届时若是追究下来, 我们可以顺势将金家推出去。 其他的, 他没说, 不过孟瑶明白, 狗咬狗, 最好是两败俱伤。 金家掌管户部, 客口军粮, 中宝四囊的罪名一旦安上去, 金家就翻不了身了。 而且, 为了防止金光扇发现, 今年的西将军军粮并没有被拨出去, 他们早就派了自己的人掉了这么一批粮, 不过到时候, 这批粮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 又有谁知道呢? 金家最近怎么样? 孟瑶开口问道, 很好, 于子素的脸上滑过一丝力气, 听说, 金江两家马上就要联姻了。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江星不比星, 第九集, 届时恐怕很多人都会来观理, 孟瑶说着, 好像毫不相干的话, 快到除夕了呢。 是啊, 快到除夕了。 于子素也翘起唇脚, 阿瑶, 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也是除夕呢? 父皇驾崩也有一年了, 宫里面甚少热闹, 不如就今年除夕, 好好办场宫宴吧。 于子素半眯着双眼, 近看这副样子, 竟然和孟瑶有几分神似, 可能, 是因为两个人一起长大的吧。 冬天来得很快, 在西江的第一片雪花, 落到她眼角的时候, 魏无羡恍惚惚间闻到了清冷的檀香。 一身玄色战甲, 穿在她的身上, 多了几分冷肃凛冽。 战甲上还带着先皇赐语的赤色, 可惜如今却像是凝固的血。 随便别在腰间, 马侧是一杆银枪。 昔日里少年名艳的容貌, 已经被边疆的风沙, 打磨得棱角分明。 桃花某里冰凉如水, 沉淀着浓厚的沙意。 心地不仁, 西将军损失惨重, 却无抚恤, 甚至粮草也被朝廷切断。 我等作为大楚功臣, 心岂能不寒? 魏无羡看着背后的士兵, 接着道, 本将经过调查发现, 蓝将军之死, 系先皇谋害。 我西将三万儿郎的命, 也不过是先皇和新皇的谋算。 本将欲回京讨回公道, 而等, 可愿意起。 最后几个字, 掷地有声。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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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万锡将军一骑大喊, 声震苍穹, 出发! 魏无县调转马头, 向着京城方向奔去。 身后, 是战马带起的滚滚浓烟, 楚京。 于子肃下旨, 今年除夕, 旧藩的亲王可以带着太妃们回宫参加宫宴。 虽然语气普通, 但是藩王们都知道, 这很可能是一场鸿门宴。 而且, 于子肃在给大皇子妃于子离的圣旨中, 还特意提到戴上他的两个嫡子。 如今的大楚皇室, 只有大皇子和昔日的二皇子, 膝下有嫡子。 可是二皇子被诛, 他的嫡子虽然现在身有爵位, 却被逐出了皇家御蝶, 可以说, 大皇子妃膝下的这两个小皇子, 算得上是毒妙妙了。 于子离有点犹豫, 但想了想,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廊, 把两个孩子带上, 更能降低于子肃的时候警惕, 大势可承的几率又大了一点。 只是, 他从来没想过, 若是失败了, 他的两个孩子该如何? 除了于子离, 其他的几个亲王里, 已经没有什么野心勃勃之辈了。 他们所求的, 不过是老死藩地, 安度此生。 这两天的江家上下, 倒是张灯结彩, 好不热闹, 因为, 外出游学的江家嫡公子, 江婉英回来了。 于子渊看着游学归来的儿子, 眼睛里罕见的有了点温情, 死小子, 出去那么多年, 终于是长大了。 江婉英看着父亲母亲, 眼眶也是发红。 江封眠拉着他坐下, 如今的江婉英, 已经和他一样高了。 他笑着问, 阿诚这次回来, 是打算留在京城了吗? 是的, 父亲。 江婉英又是很少见到这般和蔼的父亲, 他一直以为, 父亲是不喜欢他的。 父亲不惜母亲, 自然也不会喜欢和母亲过分相向的他。 江燕离这时也从厨房走了出来, 他的手提了一个食盒, 阿诚, 我新做了点心和汤, 你又是最爱喝的。 好, 阿姐。 江婉英笑着接了过来, 哪怕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 被人奉作做上宾, 可是还是家里给人的感觉最舒服。 不走也好, 在朝廷某个好差事。 于子渊看着喝汤的儿子, 如今兰家嫡长子已经在汉林当差, 荆家的也考取了功名。 魏家那个小子, 将婉英喝汤的手炖了炖, 江丰眠皱眉, 沉声道, 好了, 三娘子。 阿诚他才回来, 我又哪里说错了? 于子渊一看到江丰眠站出来, 心中大怒, 怎么偏偏在我说到他的时候, 江丰眠你这么生气? 江丰眠, 那个女人已经嫁人了, 那不成你这么多年还, 三娘子。 江丰眠拉着于子渊走出了屋子, 两人争执的声音越来越远, 江丰只觉得嘴里越发苦涩。 阿诚? 江丰眠看着正住的江婉英, 轻轻叹了口气。 阿娘的话, 你别多想, 她就是那个姓子。 我知道的, 阿姐。 江婉英勉强地笑了笑, 阿姐, 还有汤吗? 我想再喝一碗。 好, 我给你去尝。 江丰眠了摸自家弟弟的头, 转身回了厨房。 江婉英知道自己母亲嘴里的那个女人是谁, 大楚昔日里最出彩的县主, 精彩绝艳, 名阳一代的存在, 也是, 魏无县的生母, 如今的郑国公夫人, 于清婉。 江婉英相信自己的父亲, 没有那个心思。 可能成亲前欣赏过乐平郡主, 但是父亲与母亲成亲这么多年, 院中只有母亲一人。 他不明白, 母亲为什么非要牵扯到乐平郡主的身上。 他只是觉得很累, 以前也是这样, 明明在国子建立他, 魏无县和聂怀桑是形影不离的兄弟, 可最后, 自己终究和他们两个不是同路。 不过, 现在看来, 聂二和魏无县, 也没能圆满。 也是, 江婉英冷笑, 眉眼间是和他母亲一样的锐利, 他们这种世家出来的, 少时还能有几分真情, 带他们进入官场, 那才是真正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自始至终, 他们都不是同路人, 聂怀桑哆哆嗦嗦地, 坐在宫宴的坐席上, 这是聂明爵死后他第一次, 出现在众人面前, 可是所有人看到他, 这副畏畏缩缩的样子, 都皱眉感叹, 这聂家, 怕是要完了。 聂怀桑也不管他们的眼神, 他的身边跟着冷语, 作为五大世家的人, 身边带着一个不配件的侍卫,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和他相比, 其他四大世家的家主, 就显得游刃有余。 魏常泽和金光扇, 就是两只老狐狸, 两人吃着菜, 眼睛也不往余子素那里看, 主打的, 就是一个势不关己, 滑不溜秋。 江丰眠身边, 带着江婉莹, 相比于江丰眠的面部改色。 江婉莹的脸上, 虽然也是不动声色, 可眼底到底是有几分紧张。 至于蓝家, 这次出现的, 竟然不是蓝启仁和蓝西辰, 领头的那人, 容貌和蓝西辰有七分相似, 只是眼神沧桑, 可自带一种儒雅之气。 蓝启明? 金光扇看着这位自己多年不见的铜窗, 心中择舌, 看来蓝家坐不住了呀。 也是, 一年时间, 蓝家接连损失两名嫡系, 换作是他, 他也得坐不住。 不过, 若是鱼子速打的是蓝家的主意, 那这步棋, 他可就走错了。 蓝家这种书香门第, 骨头都硬得很, 俗称, 不怕死, 他们反而担心, 死得不够扬明。 原本照着蓝旺鸡那种阴毒的策略, 御使们该上走弹河的, 可是从消息传入京城到现在, 上给皇帝关于这件事的折子, 都不足一手之数, 可见蓝家在士林中的地位。 想必, 这就是鱼子速对蓝家投鼠忌器的原因吧。 金光扇暂时不想做什么, 看着一群人斗来斗去也挺好的, 不用消耗自己家的实力, 等他们几败俱伤, 他刚好可以渔翁得利。 只是, 中日捉雁的人, 也有可能会被雁灼了眼睛。 宫雁进行到末尾的时候, 已经是虚实末了, 鱼子离向上看鱼子速, 发现他双颊微红, 一副危罪模样。 他今天一直控制着自己, 没喝太多的酒, 宫宴上, 除了皇帝, 又有谁敢醉酒失态? 更何况, 皇帝是更危险的。 鱼子离仰头痛饮了一杯酒, 可或许是酒喝得太急, 手中的杯子, 不小心落在了地上。 那杯子是剔透的白玉制成的, 卑鄙轻薄, 甚至能显出酒液的颜色, 落在地上的那一刻, 就碎得彻底。 恰逢此刻这一批武女退场, 寂静的大殿里, 玉碎声显得格外刺耳。 护卫在大殿两侧的侍卫, 忽然抽出了手中的长剑, 将大臣们团团围住。 他们护卫在鱼子离周围, 剑尖直指鱼子速。 岳王,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鱼子速像是没搞明白状况似的, 缓缓抬起头, 对上了鱼子离得意的目光。 皇帝, 这皇位, 本王甚是喜欢, 不如你让给本王做做。 鱼子离一步步逼近鱼子速, 他谨慎地让几个护卫在他身边保护着, 丝毫不给人偷袭的机会。 岳王? 高位上的太后坐不住了, 他看着鱼子离, 内心一样纠结, 如今这一声既是警告也稀迹, 若是他的皇儿真能成功, 他就是真正的太后, 亲生的儿子, 总归要比别人的儿子好。 母后别担心, 鱼子离现在的语气很轻松, 他为了今天已经准备了太久, 本来以为他会和老二争夺这个天下, 没想到, 老三倒是一直深藏不漏, 太后不再说话了,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大皇子。 鱼子肃这个时候忽然抬起了眼睛, 直视着鱼子离, 岳王就这么自信吗? 当然, 鱼子离的话还没说完, 殿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哭声, 他声音一顿, 名歌西歌? 殿门外, 孟瑶手里抱着刚满五岁的西歌, 一把匕首抵在西歌的喉咙处。 王爷! 岳王妃看着自己的亲眼, 心子, 心痛欲裂, 可是他看着面上毫无波动的鱼子离, 就知道, 这人是硬了心肠, 只怕是名歌西歌, 死在他眼前, 他也不会收手。 三弟要是只有这些手段, 那就别怪兄长了。 鱼子离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握着岳王妃的手, 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 岳王妃没说话, 呆呆地立在原地。 鱼子离没时间管他的异常, 可是江婉吟发现了, 他动了动嘴, 可是最终也没有出声, 他既然脱下了那身黑袍, 那他就只是江家嫡公子, 而不再是黎幽先生, 他不能在鱼子离的身上, 赌上整个江家的命运。 黄兄, 鱼子肃这时忽然开了口, 鱼子离看向他, 他身边这几位请的都是江湖上有名的一流高手, 自然是不怕鱼子肃偷袭, 只是, 他刚抬起头, 胸口处就传来一阵疼痛, 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 从后心处狠狠地捅了进去。 你, 鱼子离不敢相信, 他想回头, 可身子却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黎儿, 台上的太后悲呼一声冲了下来, 太医呢, 快叫太医啊。 可是, 在场的所有太医无一人敢动, 岳王现在是反臣贼子, 谁敢去救他, 还是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 太后眼见着鱼子离的呼吸越发的微弱, 她跪在鱼子肃的面前, 悲声道, 皇上, 求求你, 救救黎儿, 他是你皇兄啊。 鱼子肃温柔地把太后扶了起来, 太后不愿, 可鱼子肃手上的力道不容她拒绝, 母后, 岳王已经死了。 孟瑶在一旁看着好戏, 嘴角依旧是温柔地笑, 她和鱼子肃隔空对视, 好戏终于要开始了鱼子离的公辩, 结束得迅速而可笑, 谋划数年的成果都成了孟瑶登上朝堂的踏脚石, 经此一变, 鱼子肃顺利地把孟瑶推到了人前,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孟瑶的宠幸, 甚至违背组织, 让原本一届白衣的孟瑶, 担任三公之下九卿之首的凤长。 凤长, 掌宗庙礼, 地位极高。 孟瑶出上任那天, 鱼子肃赐下游街恩典, 一身官袍的孟瑶骑着金安红踪马, 手捧圣旨, 前呼后拥, 旗鼓开路。 路边, 官家小姐们看着容貌俊秀的孟瑶, 默默地红了双甲, 厌绝少年郎, 白衣登三公, 一时成为京城家坛。 所有人都相信, 凭借圣券, 孟瑶以后一定能成为三公之一, 甚至一向严正的费可丞相, 也对孟瑶赞不绝口, 最初他觉得, 鱼子肃是被孟瑶蒙蔽, 可可自从孟瑶完美地处理了上一任凤长留下来的烂摊子后, 他彻底地认可了孟瑶的才华。 上一任的凤长, 是大皇子的人。 如今的朝堂, 可以说是鱼子肃的一言堂, 随着二皇子, 大皇子的先后落败, 所有人都相信, 鱼子肃已经坐稳了皇位。 除了金光善, 金家, 金家主, 不知道本王上次提的意见,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金光善的书房里, 被黑色斗篷笼罩全身的男子又一次到来。 秦王说笑了, 金家不过商骨之家, 只会忠于陛下。 金光善笑眯眯地说, 丝毫没有因为, 对面的人是当朝秦王, 就有半点色缩。 鱼子山, 先皇五皇子, 生母早逝, 母族衰弱, 自幼寄养在云飞膝下, 在京城里时, 是有名的清贵皇子。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江星不比星, 第十集, 清贵。 金光善不屑一顾, 能在皇宫里活下来的孩子, 那有什么清贵的? 又有谁能知道, 这清贵的秦王殿下, 是杀害兰旺鸡的凶手呢? 金家主, 鱼子肃对于世家的态度你也看到了, 他现在没动金家, 可不代表未来不会。 和本王合作, 本王得到皇位以后, 一定会提拔金家, 成为第一世家。 鱼子山向金光善做着承诺, 要不是其他几家不会驻他城市, 他又怎么会到金家受气? 不过是一介商骨, 也敢在他面前造刺, 等他登上皇位, 第一个就不会放过金家。 秦王还是回去吧, 金家未来, 如何不劳王爷费心? 金光善面上有薄怒, 似是对于被怀疑忠心的反应。 鱼子山没动, 他端起了茶, 微微抿了一口, 金家主, 别忘了, 我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见金光善不听劝, 鱼子山开始了威胁。 金光善还是不动声色, 他一副什么也不懂的样子问, 王爷说的是何事, 金某不懂。 金家主, 你别忘了, 我手里可还有金家暗卫的证据。 鱼子山挑明了事情, 他倒要看看, 金光善到底怕不怕事情败露。 王爷说笑了, 世家私底下, 哪有不训练安慰的。 再说了, 王爷和金家的交易明明白白, 迎货两气。 王爷付了钱, 金家卖出了安慰, 哪有什么证据之说。 金光善和善地笑了笑, 眼睛里却闪过了一抹寒光。 王爷, 请吧。 天不早了, 王爷也该回府用善了。 金光善起身, 摆出了送客的架势。 哼, 鱼子山一撩一摆, 大步走出了金架。 金光善也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看着眼前的茶盏, 沉默不语。 聂家。 家主, 有消息。 冷宇走进书房的时候, 看到聂怀桑站在住案前, 面前是底下人呈上来的, 铺得密密麻麻的各家情报。 这情报都是聂怀桑担任聂家家主以后开始收集的, 冷宇一开始都不敢相信。 二少爷以前看似浪荡不着调, 可却私底下建立了不满京城的情报网, 甚至大楚和临近国家的情报也能收集到。 若是大少爷知道了, 一定会十分欣慰吧。 冷宇, 聂怀桑没抬头, 有什么消息? 冷宇公身, 家主, 卫世子已经到达桃州城了, 情报还能封闭多久? 聂怀桑抬起了头, 看着他, 我们的人还能撑多久? 还能阻拦十天? 家主, 冷宇公敬达到。 十天? 聂怀桑的手指在鱼图上流连, 十天已经足够了。 下去吧。 聂怀桑又低下了头, 吩咐下去, 递上来的禽帖什么的照旧处理。 另外, 最近多关注一下兰家。 是, 冷宇领命, 正要出去, 却又被聂怀桑指住。 聂怀桑抬起头, 他的手按住桌檐, 手旁是他曾经最喜欢的折扇。 冷宇, 我这么做, 兄长他是不是会失望? 他的眼睛里全是疲惫, 自从兄长去世, 偌大的聂家压在他的肩上, 所有人都在盼着聂家大煞江青, 他也不能咽下兄长被害的仇恨。 大少爷会为家主高兴的。 冷宇回到, 退出了书房。 冷宇离开不久, 聂怀桑的书房里, 被带来了一个人, 江雁离今天一出府门, 就在旁边的小巷子里, 见到了一个人。 他细细看去, 那人竟然是他的未婚夫, 金子轩。 金公子! 江雁离吃了一惊, 他看着金子轩略显凌乱的衣裳, 脸色微红, 连忙撇过头去。 金子轩抬起头, 他喝醉了, 看不清眼前人的容貌, 可是入耳的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他皱了皱眉, 扶开了江雁离, 想要扶他的手。 金公子, 你喝醉了, 旁边就是江府, 我让人把你扶进去醒醒酒吧。 江雁离的眼睛里, 闪过一抹受伤, 他走了, 挤不出了巷子, 叫来门口的小厮, 把金子轩扶进了江府。 金子轩是外男, 虽然两人之间有婚约存在, 可谓成亲前, 到底是不该过多接触的好。 江雁离转身向着府外去, 江家家风清明, 府门附近并不驱逐行人, 寒冬腊月, 还会失周已就难民。 金子轩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房间里, 他迅速地翻起身, 打亮着这个屋子。 房间古朴, 到处都雕刻着莲花纹, 木材什么的, 虽不是顶尖的, 但明显是显贵之家, 他连想起叫醒自己的那个耳熟的女生, 就明白了自己身处何处, 江府。 江家, 以莲花为家闻, 而那个声音, 倒是和自己喂过门的妻子, 江家大小姐江雁离, 很是相似。 门外传来声音, 金公子, 家主有请。 金子轩整理了一下衣服, 他的外袍已经有人给换过了, 他打开门, 示意小厮前面带路, 江婉英看到金子轩的时候, 就皱起了眉头, 多年未见, 这个人还是这么娇惊自满, 走路都微微昂着个头, 他也不嫌累得慌。 心中轻痴, 国子监的时候, 魏无羡还真没给这丝起错名字, 金孔雀, 这副样子, 岂不是活脱脱的孔雀模样? 江公子, 金子轩酒醒之后人也清醒了很多, 这么多年下来, 他也不是毫无掌进, 一举一动, 虽然还有点家风里的傲气, 可也能心平气和地见礼。 金公子, 坐。 江婉英看着金孔雀这丝人母狗样, 也只得装了一副样子糊弄他。 两人入座不及半盏茶, 江丰眠就匆匆来了, 金子轩急忙见礼。 江丰眠坐上主座, 和善地笑着, 道, 子轩不必多礼, 坐。 小子叨扰, 多谢江家主招待, 金子轩不欲多待, 他现在心里面乱糟得很。 救你的是我阿姐, 你要道谢, 也该是向着阿姐去。 江婉英自从回到京城之后, 久违地放松了下, 他还是打算出京, 可是, 他得看着自家阿姐 风风光光地出嫁, 才能放心。 因为是在别人家的地盘, 金子轩没和江婉英计较。 阿成! 江丰眠语气重了些, 子轩, 我派人安排了马车在府门, 小子多谢江家主, 金子轩又行了一礼, 然后大步离开了。 院内, 父亲, 就金子轩这丝, 这副骄傲的性子, 阿姐嫁过去, 肯定会被欺负。 江婉英看着父亲脸上, 好像是满意的表情, 急切地道。 阿成! 江峰棉板欺怜, 为父和你说过多少遍, 不要只看表面。 子轩这孩子性情纯良, 虽然作风惊傲, 可心地不坏, 和他父亲不是一路人, 你姐姐嫁过去就是主母, 只要江家在一日, 金家所有人都会敬重着你姐姐。 他的声音缓了缓, 继续道, 阿成, 只要你好好金银住江家, 你阿姐在金家, 就会有底气。 江峰棉的声音沉重, 他知道自己的一对儿女感情甚多, 可是, 他还是希望儿子能客观地看待问题。 我知道了, 阿殿, 江婉英沉默了, 他默默地道了一句, 就回到了自己的书房, 魏家。 魏长泽近日里什么动作都没有, 在整个京城世家都在动荡的现在, 明显不正常。 可是, 任其他人怎么猜测魏长泽的心思, 怎么多方试探? 魏长泽就是一副, 我早就放权给了我儿子, 现在只想一养天年的架势。 于是, 于子肃直接给魏长泽派了个差事, 美其名曰, 郑国公还未到知天命的年纪, 就这样虚度时日实在可惜, 然后, 将曾经聂明爵手里的京城禁卫军, 交到了他的手里。 于子肃的这个动作, 简直是捅了京城里那些权贵的心窝窝。 魏家本来就军权在握, 魏无县如今是西将军的主帅, 如今魏长泽又拿到了京城禁卫军的军权, 只要魏家父子来个礼应外合, 那京城岂不是威仪? 依照陛下, 曾经那削弱世家的架势, 怎么也不会做出这么一个荒唐决定啊? 而且, 这聂家施了聂明爵, 本来就大煞将轻, 如今这份荣宠给到了魏家, 聂家又会怎么想? 要知道, 即使聂家到了现在这幅境地, 也依旧是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魏长泽才不管于子肃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刚在早朝上面提了这个想法, 京城里就突然兴起了郑国公就伤复发, 要使网制的传闻。 郑国公府外面更是贴了榜单, 要是有医者能够治疗郑国公的病, 赏千金。 自从聂明爵死后, 靖军统领这个职位一直是副统领暂代的, 于子肃看到魏长泽不接招, 索性将荆家拉进了局。 夏至封金子轩担任靖军统领一职, 荆家作为五大家族保全的最好的一家, 荆子轩又是考取了功名的, 也能担得起。 而且, 真要是荆家魏家, 两家起了冲突, 皇室也能收于翁之力。 只是, 于子肃和孟瑶都没有料到, 金子轩这个人, 简直是荆家牡丹园里的一朵奇葩, 为无限勒马助力在京城的城门之外, 他抬手向城内望去, 却只见满目苍凉。 他回来的消息, 毕竟瞒不住所有人, 可是, 他一路均齐烈烈, 毫不掩饰地来到京城, 一路上遇不到半个阻拦他的人, 所有人都在忙着争夺皇位。 京城的大门就那么开着, 门口的守卫拔出刀剑, 可眼睛里没有半分斗志。 是的, 京城又乱了。 于子山在发现金光扇并不想加入自己的大忌, 而且于子肃准备让他们回到封地后, 终于不愿意继续等待, 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势力。 以大皇子, 二皇子和七皇子, 纷纷被于子肃陷害为由, 散布席闻, 挣皇室血脉。 同时, 皇后和贵妃的母家残于势力, 也纷纷入场, 算是为自己报仇。 魏无县没有遇到的城池驻军, 大多被集结到了京城。 如今的京城, 势力主要被分成了三大部分, 宝皇派, 五皇子派和中立派。 宝皇派就是支持于子肃的寒门大臣 和被收服的部分中小世家。 于子肃身后的, 是想要跃升阶层的地方二流世家和他的外家, 以及那些残余势力。 而中立派就是以五大世家为首的另一部分世家。 当然, 于子肃和于子山还有几分良知, 京城禁卫军和地方驻军的战斗 并没有发生在京城内部, 军队的厮杀在京郊, 而看不见的腥风血雨出现在皇宫。 三皇兄, 于子山一身白衣, 只有袖口处用蓝色的花纹细细点缀。 他直身立在大殿台阶之下, 束发的玉冠为他增添了几分清雅, 事到如今, 就不要劳烦本王亲自接你下来了。 他的声音温润, 丝毫不像是逼宫的模样。 梦瑶站在于子肃身旁, 看向于子山的眼神是毫不掩饰的嘲讽。 于子肃没有半分慌张, 他的两袖微微张开, 姿态闲适, 五弟这是什么意思? 于子山往前走了两步, 却眼尖地看见了于子肃身后的一点寒光, 他顿住脚, 微微向后挪了挪。 也就是在这一刻, 一支箭贴着于子山的耳边划过, 几根发丝缓缓落下。 有埋伏? 于子山惊呼一声, 他身边的侍卫把他团团围住, 仔细地防卫着周围。 一排排身穿甲咒, 拿着刀剑的侍卫出现在大殿外面, 而宫殿里涌出了百多个弓箭手, 他们的剑尖对准了于子山。 于子山的脸瞬间惨白, 此时此刻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于子肃恐怕是早有准备, 只等着自己自投罗网。 于子肃慢慢走了下来, 梦瑶一直跟在他的身边, 呈现一种保护者的姿态, 他轻轻地笑着, 五弟, 真是可惜了。 江家, 江丰棉一个坐在书房里, 他的手里拿着一封秘信, 信职已经被他揉捏得褶皱不堪, 毛笔被他拿起又放下, 回信的纸张上面点满了大小不一的墨点。 唉,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取出了一个火折子, 然后把那张信纸点燃, 细细的火焰里面, 映照出他纠结的眉眼。 父亲, 江婉英走了进来, 他正好看到父亲手心的指挥, 父亲叫我来有何事? 阿诚, 过来。 江丰棉抬起了头, 他看着自己已经成人的儿子, 勉强笑了笑。 你带着你阿姐和阿娘去装自商住一个月, 等京城里平静了再回来。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江心不比心, 第十一集, 江婉英皱了皱眉毛, 阿爹, 我陪你留在京城。 江丰棉摆了摆手, 他的神态是和平时一样的温和, 江家再怎么说也是五大世家, 我在这里不会有什么事情, 但是你母亲和你姐姐是女眷, 阿诚, 为父相信你, 能保护住他们。 说这话的时候, 江丰棉站起身, 走到了江婉英身侧, 守在江婉英的肩上拍了拍, 父子间的信任与鼓励, 不露言表。 江婉英很少被父亲这样鼓励和夸赞, 他点了点头, 父亲放心, 我会保护好阿娘和阿姐的。 江婉英带着于子渊和江彦黎, 在夜里离开了京城, 前往了京郊的庄子, 那里有着充足的守卫, 江丰棉没有告诉他们的事, 那是江家培养安慰的地方, 守卫严密, 出口众多。 这时, 距离魏无县来到京城还有两天, 皇宫和世家都已经收到了魏无县私自出兵的消息。 魏家, 魏长泽看着刚被送来的圣旨, 他的额头上冒出来几条青筋, 忍不住低喝一声, 这个逆子, 圣旨上, 于子宿命他速速进攻, 说是有要事相伤。 这个时候, 谁不是希望安分一点, 最好能丝毫不引起皇帝的注意, 可天天, 魏无县不仅无照回了京城, 身后还跟着五万的西将军。 他这是要造反吗? 魏长泽头疼, 他心里清楚, 依照魏无县的脾气, 在老皇帝那张遗诏之后就该爆发, 可就算是他也没有算到, 难忘机会死。 现在想来, 自己当时就不该再估计什么君臣之情。 他曾经教授给阿英的那些君臣之道, 恐怕如今反倒是成了阿英心头的刺。 他叹了口气, 终究是没再选择耽搁, 换了一身朝服, 进了皇宫。 此时的魏无县, 距离京城还有五十里, 皇帝失踪了。 魏无县收到消息的时候, 西将军的兵马刚刚驻扎下来, 来人是郑国公府的萧宇, 魏长泽的亲卫。 原本这种事情, 魏无县是不应该管的, 他私自领兵入京, 已经是有了反叛的苗头, 再多动作只能增加郑国公府拥兵自重队的嫌疑。 可是, 京中失踪的不只是于子素一人, 连带着他身边的孟瑶, 五大世家的家主及继承人和朝中重臣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萧宇说, 京中已经是一团乱麻, 没有了主事的人, 京城撑不过三天。 违京之计, 唯有尽快地把这些人找回来。 既然所有人都是昨夜一夜之间消失的, 那么一定不会被转移得太远, 要么他们还在京中, 只不过是被隐藏了起来, 要么就是有通往城外的密道, 让他们可以绕过西将军的守卫, 把所有人运送出去。 魏无羡本人更偏向于后者。 魏无羡看着萧宇, 萧叔, 我会即刻带兵搜查京中和京郊, 麻烦您守好郑国公府。 萧宇看着眼前相别不过两年, 却已经判若两人的魏无羡, 深深地失了一领, 末将遵命。 魏无羡立刻整丁, 他先是留下两万人驻守京城, 把守住各个出口, 严查来往的行人, 又把剩下的三万人一分为二, 五千人搜查京城, 剩下的全面搜查三十里范围内所有商队, 山谷, 山庄等一切能够藏人的地方, 如果遇到敌人, 放出信号, 剩下的人会立刻赶往。 魏无羡亲自坐镇京城, 他不信背后的人会放过防守, 薄弱的京城, 他的目的, 必定是这张皇位。 魏无羡此刻正站在上朝的大殿上, 他来寻找线索, 看着面前威严奢华的金色龙椅, 他无意识地摸上了蓝色的剑碎, 蓝战, 你说, 为了这把椅子, 甚至不顾百姓, 将是性命的人, 真的有资格成为天下之主吗? 魏无羡身后的小太监们不敢靠得太近, 所以并没有看清魏无羡的面部表情, 只不过他们的本能告诉他们, 此刻的魏将军身上笼罩着浓重的悲伤。 魏无羡笑了笑, 他的嘴角很努力地向上, 可是怎么也勾勒不出来曾经的样子, 不管是谁, 蓝战, 我一定会让他为你付出代价。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响剑出现在了东南方向, 魏无羡急忙出门, 那正是专属于西将军的信号。 传令, 京城留一万五千人防守, 其余人, 随本将营救陛下。 魏无羡翻身上马, 临走前, 他特意瞥了身后两眼, 京郊东南三十里, 残琴谷。 残琴谷, 原名残琴谷, 因为这里每年春夏, 都会盛开大片的杜鹃花, 花色七艳, 犹如伤情之人的血, 故而常有文人骚客踏青巡景, 也算是一处不错的景色。 只不过如今是朔冬时节, 满山谷空荡荡的, 只有一两只杜鹃的枯枝挺立着, 被寒风吹得左右摇晃。 魏无羡赶到的时候, 山谷里已经是两方对峙了, 西江军已经围住了整座山谷, 可是另一方人以于紫苏和五大家主的性命为要挟,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魏无羡打马来到山谷口, 看着眼前的黑衣人, 朗声道, 金家主, 出来吧。 黑衣人没动, 一身金袍的金光扇, 却缓缓地从黑衣人中走了出来, 他背着手, 迈着四方布, 嘴角挂着的是和善的, 老狐狸一样的笑。 事实真是不错, 不到半日就已经找到了我等。 金光扇开口, 真是让老夫佩服啊。 金家主谬赞了, 魏无羡没有下马, 他俯视着金光扇, 金家主这是要做什么? 劫持陛下, 掳掠重臣, 难不成有谋逆之心? 他的语气平淡, 这般大逆不道的话, 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就好像是在问吃了什么一样。 老夫哪敢有什么谋逆之心啊? 金光扇呵呵笑了两声, 不过是贼子将我等劫走, 万幸被我们金家所救而已。 而老夫担忧陛下安危, 担心那些贼子还有援手, 所以在这里等待将军罢了。 金光扇话说得漂亮, 可是那些黑衣人, 放在鱼紫塑咽喉处的剑, 却没有一开半分。 那可真是太好了, 魏无羡面有喜色, 仿佛这真的就是真相一样。 那小子给金家主电后, 我们还是快些送陛下回京城吧。 这句话落下, 两边的气氛紧绷了些, 无论嘴上说得有多亲热, 两边都是一动不动, 一老一下两只狐狸眼睛对视着, 都明白对方嘴里没有一句真话。 现在不动, 不过是在寻一个时机罢了。 就在这时, 金子轩的声音从后面传了出来, 父亲, 父亲, 金子轩从后面冲了出来, 她的衣服有点凌乱, 父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一脸的惊讶, 仿佛从来都没有想到, 自己一直敬重有家的父亲, 竟然会是乱臣贼子, 现在更是绑架了皇帝和其他人。 子轩, 退下, 金光扇皱了皱眉, 她一早就算到自己的儿子, 绝对不会支持自己这么做, 于是直接让人把她迷晕了带过来。 不过那个人下手这么浅, 竟然让子轩这么早就醒了过来。 父亲! 金子轩没有动, 她的身上此刻还穿着禁军统领的官服, 父亲! 收手吧! 不只是金光扇, 连魏无羡的脑门上都冒出三条线。 平心而论, 如果此刻的魏无羡是金光扇, 她说什么也不会回头。 毕竟, 事情已经做绝了, 只要一步做二步修载了所有人, 皇位唾手可得。 不过, 郑国公府永远不会成为乱臣贼子, 她也不会干出这种事情。 她摸了摸手里的剑, 眼睛紧紧地盯着金家父子, 还不把这逆子给我带下去。 金光扇面上浮现出极许怒色, 事已至此, 怎么自己这个嫡子还是看不清形势? 她谋划数年不就是为了这一日吗? 金家在她的带领下, 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金子轩还想开口, 可是她两侧已经有人上去, 他们冷硬地开口, 少家主, 请吧。 角落处, 被人看压着的梦瑶还在昏迷着, 她的睫毛轻轻颤了颤, 没有醒来。 好了, 金家主, 魏某今日来也不是听你们父子唱戏的。 魏无羡骑在马上, 肆意地笑着, 她一身黑甲, 背后红色的披风烈烈作响, 她握紧了随便, 渐渐斜斜向下, 既是杀气也有几分漫不经意。 金家主, 你这山谷, 怕是挡不住魏某的西将军。 山谷中, 平地起了一阵微风, 那风卷着剑碎的流苏, 划过魏无羡的手背, 带来丝丝养溢。 恍惚间, 魏无羡只觉得耳边有一个声音, 魏英, 她握紧了剑, 桃花某里杀气凛然。 金光扇没有被她的气势害到, 幻海浮沉几十载, 魏无羡于她而言, 不过是一介小儿。 她甚至还是温和地笑着, 却是挥了挥手, 让人把魏长泽带了上来。 她缓缓道, 是指何必如此固执呢? 如今天下静在你我手中, 又何必故作忠臣姿态? 那便是没得谈了。 魏无羡再次开口, 不带金光扇开口, 一只羽箭只见划过了金光扇的喉咙。 那些暗卫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西将军从背后抹了脖子, 只剩下一小部分想要用手里的人质威胁。 却在金子轩拿出家主令后立在原地。 怪只怪金光扇培养出来的暗卫, 指认令牌不认人。 而且, 金光扇死了金子轩, 就是他们名正言顺的主子。 即使是金子轩要求他们立刻自杀, 他们也会毫不犹豫。 真当小爷愿意和他磨叽。 魏无羡按吃, 他们领兵的, 向来信奉动手才是王道。 金子轩愣愣地站在原地, 虽然今天的一切少不得他的谋划, 可金光扇, 到底是疼爱他长大的父亲。 这个人或许不是忠臣, 不是好人, 但他是个合格的父亲。 魏无羡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他拍了拍金子轩的肩膀, 然后领着士兵把后面的人扶了出来。 陛下! 魏无羡取出一个鼻烟壶, 在余紫素的鼻前轻轻晃了晃。 余紫素皱了皱眉, 缓缓睁开了眼睛。 阿瑶! 他一醒来, 就惊呼出声, 语气里是慢慢地惊恐担忧。 陛下! 陈在! 听到余紫素的声音, 孟瑶快步走了过来, 其余人此刻也都被西将军士兵们唤醒。 看到余紫素无恙, 魏无羡松了一口气, 这个时候他才抽出声来去看望自己的父亲。 将军, 郑国公那里好像出了问题。 魏无羡往前走, 毕竟, 刚刚金光善把魏长泽放在阵前威胁过他。 可他还没走近, 就听见了副官惊恐的大喊。 他跑了过去, 却只看见魏长泽嘴角流出的血。 父亲! 魏无羡急忙蹲下, 他探过魏长泽的脉搏, 脉率不及, 忽快忽慢, 还有暂时停止。 这是, 剧毒。 恐怕, 刚刚金光善动了手脚。 他一下子慌了神, 刚想把魏长泽抱起来去京城的医馆, 却只见魏长泽又呕出了一口血。 这里距离京城少说一个时辰, 恐怕既是赶到京城也来不及。 他慌乱间记起来, 身上还有一颗离家石, 魏长泽交给他的丹药, 说是可以护住心脉此刻, 他也顾不得怀疑了, 急忙把这颗丹药给魏长泽扶下。 他想, 他父亲这一生保家卫国, 诸天神佛不至于收走他。 可这一刻, 他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蓝战, 幸好, 这次天令还是站在了魏长泽这边, 他的呼吸平复了下来, 魏无羡松了口气, 他召来一队士兵, 让他们把魏长泽送去京城医馆。 陛下还在这里, 他不能离开, 待所有大臣恢复了行动能力, 魏无羡让人准备的马车也都到全了。 他护送的这些人回京, 却看见金子轩还是呆呆地站在金光扇的尸体旁, 他叹了口气, 先把人带回去吧。 虽然, 此次回京, 京家势必遭难, 可是金子轩亦有功劳, 想要留金光扇全尸, 也不是什么难事。 怕就怕, 其他世家, 会把金家一口一口撕咬成鸡粉呢。 魏无羡叹了口气, 上马奔着京城而去, 大楚的早朝上一修衣, 原本第二日是不上早朝的, 可是于紫素派人传了圣旨, 被金光扇掳走的所有人, 第二日都要上朝。 当然, 魏无羡也收到了圣旨,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江星不比星, 第十二集, 魏常泽被送到医馆的速度很快, 依照郑国公府的身份地位, 和魏无羡此次的表现, 于紫素回宫后, 第一时间就拨了两个太医, 到郑国公府。 只是, 太医说, 郑国公此次醒来, 武力方面, 怕是再也回不到当初了。 魏无羡承诺, 于清婉也是默默地拿着帕子室内。 左右, 能保下一条命就是好的。 金子轩回到金家后, 果然是一片动荡, 金光扇身死, 死前又担着这样沉重的罪名, 金家供养的那些幕僚趁乱走了十之八九, 真是树倒胡孙散。 金子轩也没有去管, 金家现在自身难保, 即使圣上如何仁慈, 金家也不会再位列于五大世家了。 他现在在只盼望着, 有人能念着他阻挡父亲的功劳, 饶过金家本家以外的人。 宫里, 于子素和孟瑶相对而坐。 阿瑶, 我们终于成功了。 于子素再也不是平日里那副沉稳模样, 喜悦之色浮于面上, 他的手里把玩着茶杯, 只觉得往日里喝不惯的苦茶也多了一丝甘甜。 孟瑶的脸上也带着笑, 眉眼弯弯, 无害致己。 只是, 他突然咳了咳, 洁白的帕子划过唇盼时, 带走了一丝血色。 阿瑶? 于子素见孟瑶不说话, 疑惑地问。 没事。 孟瑶笑笑, 藏起了手里的帕子。 陛下, 您以后打算怎么办? 于子素皱眉, 他总感觉阿瑶的话里有几分不对, 阿瑶你难道不打算继续留在朕身边了吗? 孟瑶抬头看了于子素一眼, 然后又低下头, 陛下莫要忘了, 先皇驾崩快一年了, 届时陛下就不能再用这个借口阻止选秀了。 我知道, 于子素的情绪肉眼可见地低落下来, 好阿瑶, 一定有办法的。 说完, 他瞪大着一双眼睛, 亮晶晶地看着孟瑶。 这个时候的于子素, 看着竟不像是皇帝, 反而, 像是个讨堂吃的孩子, 古灵精怪的。 孟瑶想, 京城里大概很少人知道, 曾经的三皇子, 如今的于皇, 长着一双很好看的毛子。 他笑着, 陛下怎么想? 我想和阿瑶回云平。 于子素笑起来, 似乎金光扇死后, 于子素就回到了过去的模样。 陛下, 孟瑶想要开口, 可却被于子素堵住。 阿瑶, 如今我们大仇得报, 你为何还要换我陛下? 他期待地看着孟瑶, 可是, 下一刻, 殿门外突然传来通报, 陛下, 丞相求见。 于子素无奈, 可如今他还是皇上, 只能坐直了身体, 宣丞相进来。 孟瑶走到了屏风后面, 倒不是他见不得人, 但是于子素身为皇帝, 整日与自己待在一起, 怕是会引来众人猜测。 到时若是尹的京城里面风年风雨, 平白惹人头疼。 费可进到殿内, 躬身一一, 陛下。 于子素点了点头, 到了聚平身, 然后开口, 丞相今日也受惊了, 怎么不在府内休息? 老臣无事, 多谢陛下关心。 费可是那种最标准的文臣, 一丝不苟, 恪守法度, 一板一眼, 向来不得当权者的喜欢。 可是名声很高, 能力也强, 先皇在时表面不管事事, 费可就是他的眼睛, 因为这种人是皇帝的死忠, 绝不会背叛于是皇族。 到了于子素上位, 他也没有撤去费可的丞相之位。 老臣今日前来, 是希望陛下能严惩金家。 费可说这话实意功身, 金家嫡子金子轩虽然阻挡了金光扇的谋逆行径, 但其功甚小, 金家上下叛党无数, 若是放过金家, 以后恐怕还有效仿之辈。 朕知晓了, 于子素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 而是挥了挥手, 让费可下去了。 费可走出了大殿, 梦瑶缓缓缓从屏风后面走出来, 金家如今就是一块肥肉。 于子素假模假样地感慨了两声, 就照着今日金子轩那个犹豫不决的性子, 不用震出手, 不出半年, 金家就会被吃个干净。 于子素冷笑, 不过, 这也都是金家旧游自取。 金光扇那个老匹夫恐怕想不到, 他的一切计划, 最后都让自己的儿子抖落个干净。 这是他的报应, 梦瑶也点了点头, 这样的人竟然是咱们的父亲。 陛下, 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不是。 于子素甚至不想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他听一次就恶心一次, 阿瑶, 你答应过伯母的, 不会怀着仇恨过这一辈子。 他叹了口气, 阿瑶, 伯母他希望你这辈子都开开心心的。 梦瑶没有说话。 第二日, 早朝。 所有人在今日早朝前都没想过, 于子素今日不仅宣布了对金光扇和金家的惩罚, 还颁布了一道让他们瞠目结实的圣旨, 于子素退位了。 他把皇位善让给了十二皇子, 然后, 没有然后了, 早朝时于子素根本就没有出现, 圣旨是他的贴身大太监宣读的, 而年仅四岁的十二皇子一脸懵懂地坐在皇位上, 根本不明白自己的三皇兄给自己留下了什么。 梦瑶也不见了, 于子素在位一年, 只带走了梦瑶。 这个时候, 所有人才发现, 原本人丁兴旺的皇室血脉, 经过老皇帝, 于子素和金光扇的清洗, 最后竟然只剩下了八皇子和十二皇子。 八皇子在娘胎里面就中了毒, 出生便是不足之正, 先皇对他没有什么要求, 他自幼也是个世书风流的文人性子, 甚至兴致起来, 还会腰上三五有人踏青巡游, 后来去了封地, 更是罕见宗业。 大臣们也没有办法, 幸好于子素走之前, 还留下了辅政的大臣, 不过他留下的人选, 也是让大臣们说不出话, 魏无羡、聂怀桑, 都是世家的人。 大楚皇族几代皇帝的努力, 结果到了于子素这里, 前功尽弃。 不过, 魏无羡和聂怀桑的脸上都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明白, 于子素的这个做法无非就是替十二皇子, 替他们求一个庇佑, 世家之人向来不会把自己置于皇位这个危险的境地里面, 他们更愿意做的, 是做操控着傀儡的幕后人。 不过, 聂怀桑慢慢地摇了摇手里的扇子, 遮住了自己的半张脸, 谋色明暗不定, 他的兄长的命, 只用这些人来做陪的话, 不够。 大不了, 他以后一心辅佐这个右弟, 也全当了请他出手的报酬。 魏无羡也没出声, 可以说, 现在害蓝战死亡的幕后凶手, 已经全部偿命了, 可那又怎么样, 他的蓝战已经回不来了。 两个年轻的辅政大臣心里暗黑一片, 他们并没有多看皇位上那个上海懵懂的右弟, 他们会好好辅佐他的, 毕竟兄长蓝战是个忠臣, 他们虽然不在了, 但他们可以替他们活下去。 当然, 对于金家的惩处, 于紫苏并没有忘记, 不过可能是因为金子轩的大义猎亲, 于紫苏留了金家一条活路, 金家参与过叛乱之人, 展无设, 领头的金光扇, 更是在市场上被烧成了飞灰, 骨骼也不许金家人捡回去, 也不许金家将金光扇安置祖陵, 至于其他人, 金家此后不能再入室, 家产充公二分之一, 全家都被流放到了岭南之地。 金子轩对于这个结果已是大幸, 他连夜带着金家人搬走了家私, 充公的家产也是一点不缺, 不过, 在临走前他去了一趟江府, 留下了定亲时的信物, 他没见江燕离, 匆匆地离开了。 十日后, 云平, 观音庙, 于紫苏和孟瑶一路伪装, 来到了云平, 阿瑶, 咱们去看看孟一吧, 于紫苏拉着孟瑶的手下了马车, 可此刻, 他哪, 还是什么男子打扮, 梳着发迹, 穿着彩裙的于紫苏分明是个姑娘身。 谁能想到, 这么多年不险山不漏水的三皇子, 会是个女儿家? 小心! 孟瑶仔细地扶着于紫苏, 马车一路劳顿, 你也没有休息好, 咱们先去饭馆吃个饭, 然后再去也不迟。 此刻的孟瑶卸去了浑身重担, 仿佛脱胎换骨, 那些狡诈谋算如今全变成了风光际月, 倒也不失是一个翩翩公子, 除了个子有点矮, 快去吧, 好阿瑶。 余紫苏拉着孟瑶的手左右摇晃, 她的脸上虽然带了木铃, 行走间, 她的大半个身形都被遮掩起来。 他们前往的是云平香火最旺盛的寺庙, 那是一座观音庙, 一路上前往那里上香的信中络绎不绝, 鸟鸟香火在观音庙上方飘散, 空气中都是香灰的味道。 小伙子, 一个声音将孟瑶叫住, 停到观里面下, 近日怕是有血光之灾啊, 路边, 一个全身破破烂烂的老道士, 手里面摇着一把破仆扇, 对着孟瑶道, 多谢道长。 孟瑶倒是没多想, 反正他本来就没有多久活头了。 你这牛鼻子老道胡说什么? 孟瑶没说话, 可他身边的鱼子素却忍不住了, 阿瑶活得好好的, 哪里会有什么血光之灾。 好了, 阿素。 孟瑶拉住了, 还想要上前去和老道士理论的鱼子素。 进了庙里, 两人取了香, 在观音向前面摆了摆, 庙里的观音神情悲悯, 下河微微收起, 像是俯视着云云众生。 来往的香客中也有, 被家人强拉过来的, 他们嘟嘟囔囔着, 这有什么好性的, 可却被老人耳提念命, 其间还夹杂着警告菩萨面前不可无理, 你可知道, 这以前是什么地方。 要不是菩萨保佑, 孟瑶没多听, 他和鱼子素拜完之后, 直接到了观音尿的后院。 可当他们踏过回廊, 却看见一个背影助力在那, 仿佛正在等着他们, 看到来人, 孟瑶谨慎地把鱼子素护在自己的身后, 然后出声问道, 阁下何人? 擅闯寺庙后堂可是不妥, 那一身轻衣的身影回了头, 手里是一把标志性的水墨扇, 扇子合拢, 扇间轻点, 端得一副文人风流。 孟公子, 秦小姐, 别来无恙, 聂怀桑淡淡开口, 他指了指愿中的石桌石凳, 仿佛这是自己家一般自然, 坐。 孟瑶拉紧了鱼子素, 哦, 现在应该叫秦素的手, 淡然在石凳上坐下, 聂家主如今不在京城辅佐右地, 怎么有闲心来这云屏游玩? 孟瑶问, 似乎聂怀桑真的只是游玩经过。 聂怀桑也不打破, 很有兴致地说, 聂某来这云屏, 自是职责所需。 不过, 聂某调查来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不知道两位可有兴趣听听。 十多年前, 这观音料还不存在, 而我们脚下的这个地方, 是云屏最大的擒楼厨管。 这楼里的保姆慧眼石珠, 挑了不少颇有文采的姑娘, 请大家培养。 最终出了大楚闻名的云屏花魁, 这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状元女郎, 孟师。 这孟师原是清官, 可惜在楼里的第七年, 遇到了一个良人。 那人自称是京中高官, 巡抚云屏, 对孟娘子一见倾心, 带来日回京, 必会为其赎身, 让她入府。 孟娘子当时已是双十之灵, 或是真的清新, 或是享有个托付, 一来二去便与那男子有了夫妻之时。 可惜这世间男子多是复兴薄姓之辈, 孟师在楼内等待那高管三月, 却不见有人来数他, 又见自己越是推延, 方才得知自己竟有了身孕。 恰逢此时, 保姆也提出了让孟师开始接客, 楼内的姑娘一茶换着一茶, 孟师的名气早就不及当年。 孟师见遮掩不下去, 才告知保姆自己有孕的消息, 并且强调自己腹中胎儿的父亲是京中高官, 日后一定会为自己赎身。 保姆将信将疑, 却也不再提及接客之事。 八月之后, 孟师诞下了一个男婴, 可他不知道的是, 同年同月同日, 他那心上人也迎来了自己的笛子。 保姆见孟师所说之人, 迟迟不见。 对待孟师母子的态度愈发恶劣。 孟师试了清白之身, 年纪又大, 少有人买账, 两人在这楼中的日子愈发惨淡。 终有一日, 孟师被客人拽至楼下, 当街辱骂。 孟师劳苦多年, 本就是病弱之身, 当夜便去了。 从那以后, 孟师之子也不见踪影。 可就在三月之后, 一场大火将这清楼烧得干净, 楼内的所有人, 一夜之间, 尽数丧生。 后来官府查探, 便搜之下并无线索, 便匆匆留了个半夜炭火点燃之物, 继而蔓延全楼, 继而结案。 聂怀桑缓缓讲述着这个道听途说的故事, 扇子在他的手里一点一点, 恍若人心肩上的节奏。 讲完, 他似是口渴了, 端起石桌上的茶杯, 一饮而尽。 三人之间一时沉默, 半晌也无人开口。 聂怀桑率先打破了沉默, 孟公子觉得, 聂某的这个故事讲得怎么样?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江星不比星, 第十三集, 孟瑶没有抬眼, 倒是秦宿率先开了口, 我们二人已经远离皇城隐居云平, 聂家主为何还对我们斩尽杀绝? 他的手紧紧地回握住孟瑶的手, 手心处已经是出了汗水。 聂某不才, 自是比不得秦小姐偷龙转凤多年, 一朝大仇得报。 聂怀桑面无变化, 只是嘴里的话, 句句捅人心窝, 若是三皇子泉下有之, 怕是不会选择当日救下你们。 话落, 聂怀桑仿佛又是想起了什么事的, 继续说道, 若是有朝一日, 西晨哥知道了老皇帝之所以会向西江下旨, 是因为孟兄你推波助澜, 不知道会不会后悔那些日子帮助你藏身。 孟瑶猛地抬起头, 眼睛直视着聂怀桑, 他们两人看外表都是若不禁风的文人谋士, 可此时两个人身上的凛冽杀气, 却布满了这个怨落。 草民如今时日无多, 聂家主难道还不满意吗? 孟瑶阻拦住想要上前的情愫, 接着道, 若是聂家主怨恨孟瑶谋害忠臣, 祸乱朝纲, 下毒也好凌迟也罢, 孟瑶绝无怨言, 可是孟瑶恳请聂家主能放过阿蘇, 自始至终, 他都是一个受害者。 当年秦家乃是荆家附属, 金光善那个老匹夫趁宴会强迫了秦夫人, 他担心事情暴露, 索性诬陷秦家勾结外邦, 卖国求荣, 最后秦家满门抄斩, 就连上部足月的婴儿也难逃一劫。 秦家女眷冲入关际, 阿蘇更是沦落青楼, 我们只是求一个公道, 难道金光善不该死吗? 孟瑶的眼眶通红, 他身后的秦宿已是泣不成声。 聂怀桑静静地看着孟瑶此刻的愤怒, 他知道, 此刻的孟瑶这副姿态 更多的是为了给秦宿争一条活路。 西晨哥, 想必你也听清楚了。 聂怀桑静梦瑶没有话了, 他向着几人身后的禅房喊了一声, 下一刻, 几个人从禅房里走了出来。 蓝西晨一脸复杂地看着孟瑶, 他当日在朝堂上不是没认出孟瑶, 甚至他还因为孟瑶得偿所愿, 报效设计感到高兴, 可是, 如今, 他撇过头, 不想再看孟瑶。 他不知道, 当初自己所救的那个孟瑶, 和如今这个满腹算计, 甚至可能是自己杀地仇人的这个孟瑶, 是不是同一个人。 孟公子可能不知道, 不只是你身中剧毒, 你旁边的这位秦小姐, 也中了剧毒哦, 聂怀桑不怀好意地说出这句话, 如愿看到孟瑶惨白的脸色。 蓝希臣似是不忍, 可是蓝忘记的死, 就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他忘不了弟弟回来的时候, 身上被缝捕的样子。 孟公子, 聂某留给你们一场体面, 明日我会再来观音庙, 届时还希望孟公子给聂某一个交代。 孟瑶挥了挥手里的折扇, 潇洒地甩开, 蓝希臣跟在聂怀桑的身后离开, 两人经过魏无羡的身旁, 一直站在一旁不动的人, 也跟在他们身后往外走。 只是, 他们经过魏无羡的时候, 只听到隐约传来一声, 最后一个, 夜里凉风起, 淡蓝的剑碎划过魏无羡掌心, 那人挺立而不发一言的样子, 竟让蓝希臣模糊了双眼, 聂怀桑一行人没能等来第二日天明。 子夜时分, 观音庙走水, 大火整整烧了两个时辰, 将观音庙烧成了一座废墟。 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 也是沉默了两久, 云平的差利从大火中抬出了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本想留给五座检验, 可是聂怀桑直接吩咐安排入葬。 这场大火的真相将永远被掩藏在史书的下面, 也不会有人知道, 前几日失踪在皇宫的皇帝和孟瑶, 最终会葬身在这里。 他们快马赶回了京城, 他们来时已经初步稳定了京中局势, 魏长泽和蓝启明也临时出来稳定朝政, 云平一行并不会对如今的大楚造成什么影响。 半月后, 皇宫, 运输房里, 聂怀桑和魏无县各坐在桌案下方左右处, 上面是小皇帝在太傅的教授下开蒙。 魏无县拿起手中的折子, 他读了一遍, 皱起眉头, 又读了一遍, 才出生, 聂首府, 蓝家主上折子, 恳请隐退山林, 再不入室。 聂怀桑, 如今已经是大楚的首府, 而魏无县也承袭了魏长泽的爵位, 成了新一代的郑国公。 聂怀桑抬起了头, 他和魏无县对视两眼, 沉默了一瞬, 隐了吧。 蓝少家主不会怪你的。 魏无县看着聂怀桑低落的样子, 忍不住安慰道, 毕竟, 出事对于蓝家来说, 不失为一件好事。 我知道, 聂怀桑没抬头, 皇位更迭代表着事务繁多, 只是我到底是让他失望了, 也让大哥失望了。 蓝家的举足离京, 让所有人哗然, 搬离当日, 聂怀桑和魏无县换上长服, 默默地站在路边两久。 或许是蓝家的离开被认为成了清算的信号, 大大小小的世家开始请辞, 大量的职位空缺被换上了新的臣子, 年轻的新生力量也让大楚重新焕发了生机。 又过了半月, 御书房, 你确定要外调? 魏无县看着昔日里的玩伴请求外调, 不禁出声提醒, 你若是留在京城, 凭着江家也能获得一个不错的官职。 魏无县这话没说错, 毕竟, 江丰眠的职位已经向上升了一级。 不了, 江婉淫的唇边挂着一抹浅笑, 这些年是我庸人自扰, 从大皇子到五皇子, 我从来也没有站队过。 那日护送母亲出京, 我从庄子里看到了普通百姓的情景。 我想, 若是留在京城中办些滑而不实的事情, 不如外调出去, 看看百姓疾苦。 魏无县的笔顿了顿, 就连聂怀桑也对江婉淫这个人有所改观。 魏无县也不再劝阻, 好, 那魏某就助婉淫兄前程似锦, 步步高升。 朱笔在折子上落下, 江婉淫如愿拿到了外调的文书。 他走出皇宫, 回首望去, 他们这些人, 最终, 深归四海, 在南相聚。 上一辈的人已经落幕, 他们这一代人, 已经长大, 虽然, 过程并不完美。 阿姐前几日离开了京城前往岭南, 她和父亲母亲争执了好久, 她说, 她心悦金子轩, 无论金子轩是不是金家嫡子, 她都要嫁给她。 而现在, 她也要离开京城, 走马上任。 这世间或许难得清明, 但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 不过是争一个朗朗乾坤。 三年后, 大楚如今已经彻底稳定, 皇子相争留下的隐患已经被基本抹平。 各地的暗庄被拔除了大半, 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安稳。 朝堂上, 一身正红的聂淮桑和魏无县立在朝臣之手, 几年的风云变坏让他们游刃有余。 大殿上方是端坐在皇位上的小皇帝, 两人熟练地处理着朝物, 直到早朝结束, 回到御书房, 才松了一口气。 怀桑, 陛下今年就满七岁了, 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奏折交上去了。 魏无县看着桌案上堆成小山的奏折, 头疼道, 也确实该把一部分权力还给陛下了。 聂淮桑也感觉魏无县的提议甚好, 说实话, 时至今日, 他们两个人甚至还没有集官, 虽然每月因为官服, 他们都会竖法, 可事实上, 他和魏无县距离集官里都还有一段时间, 只不过两个人手段老练很辣, 也就让很多人忽略了这个问题。 魏兄, 你的集官里, 魏伯父他们会回来吗? 聂淮桑一边批阅着奏折, 一边开口询问, 三年多过去了, 再提起当年的生死离别, 他们已经能够很好地掩藏住内心的悲痛, 时间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虽然抚不平内心的伤疤, 却能赐予他们一张没有瑕疵的假面, 只是夜深人静, 那些记忆还是会一遍遍重演。 父亲来信说不回来了, 魏无县又扔开一本毫无营养价值的奏折, 你呢? 聂家那些祖佬有说你的机冠里吗? 不办了, 兄长走了, 我还急什么关? 聂淮桑随口答着, 再过两年, 等陛下满十岁, 我就会西江。 魏无县像是随口说着, 我会自请吴照不回京, 到那时, 我希望淮桑你能照顾照顾我父母。 放心, 聂淮桑也没什么表示, 他早就清楚, 魏无县的心一直都不在这里。 魏无县似乎是批跃得累了, 他抬起头, 正好和聂淮桑四目相对。 聂二, 当初我就说, 整个京城理论起目光长远, 你要远胜过那帮老狐狸。 可惜, 魏兄你看得明白, 我也看得明白, 但就是, 庆幸得太早, 醒悟得太晚, 就不回人, 完。 番外一, 姜家。 姜婉淫死在了外调就任的第四年, 彼时的他刚刚回京参加完自己的集冠里, 就在出京的路上遭到伏击, 疫情二十余人, 尽数死亡。 消息传到京城的时候, 姜丰眠就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于子渊更是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他扑在姜婉淫的棺材上, 哭了三天, 直到身体支撑不住, 才被姜丰眠送回了房间。 当然, 魏无羡和聂怀桑也是雷厉风行, 调查的结果很快就沉到了两人的桌案上。 姜婉淫就职的几年里, 为了恢复姜家的荣光, 明里暗里打压了不少其他家族的人, 那些地方士族,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选择了刺杀。 他们原本想要伪装成山匪的, 可是姜婉淫为人一向谨慎, 从不走小道, 他们也只能选择一个人烟稀少的路段, 速战速决。 魏无羡和聂怀桑也借着这个由头, 抽丝剥茧找出了不少危害一方的地方士族, 整个大储震荡了三个月, 魏无羡手底下的姜一卫更是砍下了不知道多少豪强的头颅。 姜一卫, 就是由魏无羡昔日麾下最精锐的一部分西将军改编成的, 他将最初带到京城的五万西将军留了五百精锐, 和聂怀桑手底下的暗探结合到一起, 变成了如今两人手里最锋利的刀, 大厨锦一丝。 当然, 江婉淫这件事情聂怀桑最后给出的说法是, 江婉淫一生清廉, 可惜被地方的贪官污吏记恨, 被刺客所杀。 江峰眠知道这是在保全江家最后的颜面, 也是对他的警告, 若是江家还有些不该动的小心思, 那么他们如今能让江婉淫走的有个贤名, 也能让他在史书上一臭万载。 他没办法去反抗, 江家主卖进断, 为今之计, 只能从庞系过继一个男孩。 江峰眠的打算与紫渊当然不会同意, 在他看来, 江家继承人这个位子, 必须是阿诚的, 即使他的阿诚死了, 那只要他活着, 江家就不能有新的继承人。 江峰眠, 于紫渊一身白衣, 几日不见, 他曾经保养得当的脸上已经出现了皱纹, 他的眼睛哭得浮肿, 却仍旧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拿着剑出现在了江家门口。 江峰眠的手上牵着一个七八岁的男童, 刚刚从马车上下来, 那男孩看到于紫渊撞似恶鬼的脸, 吓得色索不敢上前。 三娘子, 江峰眠气急, 他好不容易从旁枝里面找到这么一个合乎要求的少年, 可如今两人都在江家门口, 他只能按下脾气安慰于紫渊道, 三娘子, 有什么事情, 咱们进去再说。 于紫渊当然明白江峰眠的意思, 可是如果他今日退了, 那只怕不到明日, 江峰眠就会把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哪来的小剑种立为江家的继承人。 他的剑指向江峰眠, 江峰眠, 今天除非我死, 不然你别想让这个小杂种进江家。 江家门口的百姓越聚越多, 毕竟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热闹。 江峰眠看着停留的百姓, 终于不想继续和于紫渊纠缠下去, 他看着门口的守卫, 沉声道, 没看到夫人悲伤过度伤了神思, 怎么还让他在这里胡言乱语, 还不快点扶夫人进去。 门卫们听令, 上前想要把于紫渊扶下去, 说是福,实际上就是鸭。 到底是五大三粗的成年男子, 于紫渊和他身后的侍女, 最终还是被强行带下去了。 只是于紫渊在过程中, 乌言晦语不断, 着实是让门口的百姓们, 好好见识了什么是世家祖母的素质。 从那日开始, 于紫渊就被江峰眠拟进了族, 江峰眠再把那男孩接回来当日, 就上了族谱, 更是摆了宴席, 告诉经中的所有人, 江家有了新的继承人。 只是可惜, 江峰眠带回来的孩子, 忠厚有余谋略不足, 入世之后一辈子碌碌无为。 当然, 这是后话。 所有人都在叹息, 又一个昔日五大世家的衰落, 感叹魏家和聂家的如日中天, 他们愤懑老天不开眼, 白白给了魏聂两家, 削弱江家的好机会。 可是,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御书房, 天殿, 魏无羡和聂怀桑居于两侧, 中间, 是一盘下到一半的棋。 魏无羡之黑子, 聂怀桑之白子, 棋盘上面黑白两字厮杀在一起, 天生又都给对方留了两分余地。 魏兄真是好手段, 聂怀桑慢悠悠地下了一个白子, 看着小范围内, 黑子将白子包围, 就像是字头罗网。 过奖, 魏无羡一身黑袍, 惊鸿滚鞭, 容貌是耀眼的风神俊朗。 他神情冷漠, 坐姿笔挺端正, 丝毫不像是昔日的艳艳少年郎。 江婉淫的死, 正是魏无羡的安排。 谁让他也参与那件事呢? 魏无羡缓缓缓落下一个黑子, 怪只怪他, 走错了路。 三个二, 蓝湛。 蓝湛年幼的时候, 很少能见到母亲, 他只能一息地记起来, 那是个常年面色苍白, 性情甜淡温柔的女子。 每到月中, 他和兄长被允许去见母亲一面的时候, 他总会备好了糕点, 坐在厅堂里静静等着他们。 对于那个时候的蓝湛来说, 母亲的糕点, 是难得的甜。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江星不比星, 第十四集, 六岁那年, 母亲去了。 她的丧事低调, 不仅京城里面知道的人寥寥, 就连蓝家内部来的人也不多。 她跟在兄长的背后, 懵懂地做着叩拜的动作, 看着母亲灵堂里燃烧尽的黄纸碎线, 张牙舞爪地往蓝府外面飞。 她不明白, 为什么母亲一定要躺在那个看上去就又冷又硬的黑木箱子里, 母亲那么柔软的一个人, 一定会不舒服的。 长大了, 她才明白, 那是棺材, 是亡人的居所。 那日父亲和祖老门争执了好久, 终于让母亲留在祖谱上面, 进入祠堂, 葬入祖林。 可是母亲若是活着, 大抵是不愿的。 她们的母亲出身将门, 自幼更是在北疆长大。 羊毛的温暖和狼群的长号伴随着她长大, 直到回到京城, 与她们的父亲相遇, 才明白什么叫做一见钟情。 可惜, 有情人难以在一起。 文臣武将之间本就是互相看不上眼的关系, 更何况, 一个是士林之首, 出身的兰家公子, 一个是边疆长大的将门之后。 她们的母亲不懂什么叫做京城的规矩, 相比于身上的华服和精美的头饰, 她更喜欢骑马猎狼。 只是她的心被困在了京城, 她想嫁给她。 兰启明为了能迎娶她们的母亲进门, 费尽了口舌, 甚至以自己的身份相威胁。 最后, 祖老们终于同意, 只要母亲以后安安分分地留在兰家, 做一个高门主母, 她们可以同意这门亲事。 母亲最终同意了, 被拴住了命脉的风, 就像是被抓在手里的风筝, 没了自由。 只是, 当外祖家的噩耗传进兰家的时候, 母亲刚刚生下兄长, 出了月子, 才知道自己的父母葬身边城, 守城而亡。 母亲当时, 就想骑着马冲到北江, 可是却被兰家的长老们拦了下来, 匆匆赶来的兰启明抱着她, 承诺自己, 一定会派人, 把岳父岳母的尸体带回来。 可她不明白, 自己的妻子想要的, 是血债血偿。 母亲就像是湿了水的玫瑰, 快速地枯败了下去, 生下她之后, 更是元气大伤, 她自困于元朴之内, 日日焚香祈福, 再也不愿见兰启明一面。 兰家不愿意传出家主主母不合的消息, 也是, 兰家主母缠绵病态的传言流传经常。 她是狄幼子, 虽然没有继承家族的重担, 可是族里面依旧将她的人生规划得清清楚楚。 她不愿意做一只木偶。 她找到了父亲, 说她想去北疆, 母亲长大的地方。 她不想回忆起父亲当时眼底的悲伤, 她知道, 自己的心里, 其实是怨着父亲的, 兄长也是。 她最后被父亲托付给了好友魏长泽, 当时的郑国公是名副其实的大楚第一杀神, 她见下展露的西蛮士兵的脑袋, 足以筑起来一座金冠。 魏长泽让她认了师父, 把她带到了云州。 离家那日, 没有一个长辈相送, 只有兄长拿着一个巨大的包裹, 吃喝日用, 一应俱全。 她看着兄长, 兄长该是明白的, 母亲没能完成的心愿, 她去。 西将军内部最开始并不服气, 她这个文臣世家出身的公子哥, 是她一个个挑战过去, 把他们打得心服口服。 多年以后, 她把这个法子交给了魏英。 师父对她很信任, 信任到十万人的西将军, 也毫不犹豫地交到她的手上。 她成了大楚新的军神。 二十三岁那年, 她遇见了一生的挚爱。 那是她师父的独子, 郑国公府的世子, 冥满京城的嚣张顽固, 魏英, 自无限。 她记得很清楚, 那日, 那人骑在马上, 背后是云州连绵的雪山, 太阳底下, 少年那张热烈如火的笑颜 晃了她眼睛。 魏英不是一个顽固, 她的兵法, 谋略乃至武功, 都是上上城, 同辈人里面无人能及。 一日日的教导里面, 她难说没有自己的私心, 可看着少年一点点 释放出自己的光芒, 她又害怕地想要把她藏起来, 她是天生的将军。 在京城里面, 被迫蒙尘的蒲玉最终在西江拖了十壳, 魏英成功地打赢了她在西江的第一战。 兄长来了书信, 伯父死了, 死见朝堂, 蓝氏的祖谱上面又添了一抹血。 她回了京城, 也带着母亲曾经最喜欢的花。 她见到了苍老的父亲, 叔父的心思, 她不是不知道, 可她只觉得过惯了边疆的生活后, 留在兰家让她喘不过起来。 想必, 母亲当年, 也是这样的痛苦。 兄长没有来, 劝她留在京城, 相反, 她希望自己回到边疆, 起码, 母亲的两个儿子里面, 还有一个, 能牢牢地记得她的遗愿。 回去的路上, 她遇到了刺杀, 不知道是谁这么恨她。 当然, 她更不希望的是, 有人勾结姓满, 想除掉她这个西将军统帅。 魏英带了人来, 或许是心有灵犀, 或许是心灵感应。 总之那一刻, 蓝忘机明白, 自己逃不掉了。 她开始躲着魏英。 她想, 自己这般肮脏的心思, 还是不要沾染自己的少年为好。 可是, 她的少年亲自来到面前, 告诉自己, 她心悦她。 少年人的喜爱, 总是赤诚地让人脸红。 魏英不止一次地说过, 要把他们的关系告诉父母, 他们要做, 就做天地, 父母皆知的爱人。 可她不敢。 魏英还这么小, 万一, 她后悔了怎么办? 喜悦的甜蜜和彷徨的烈焰, 让她日夜煎熬, 但最终, 这一切都在穿过心口的刀尖结束。 狼望鸡的最后一刻, 无比庆幸自己隐瞒感情的决定, 起码, 在外人眼中, 魏英还是那个满身光芒, 没有瑕疵的少年。 只是, 魏英, 从此长河落日, 大漠狼烟, 这世间反景, 就老你另则一人, 一起看尽了, 番外三, 孟瑶, 秦宿。 孟瑶自小是在青楼里长大的, 她的母亲是昔日楼里面最出名的头牌, 只是在生下她之后, 被迫成了最低等的娼妓。 可是即使是这样, 她的母亲依然坚信, 终有一日, 她的父亲会来接她, 毕竟, 她的身上流着所谓京城高官的血。 从小到大, 她被人无数遍地辱骂娼妓之子杂种, 她的母亲护不住她, 她也护不住自己的母亲, 楼里的女人也很少会出手帮忙, 梦瑶记忆里, 那个时候的她们, 过得很苦。 即使这样, 母亲也会尽量得攒些钱出来。 她到了该启蒙的时候, 母亲送她去了学堂。 她看着夫子收了三倍的钱, 才勉强让她入了学。 她不怪那个夫子, 毕竟母亲求变了云平的夫子, 这是唯一一个愿意让她进去的。 别的夫子, 甚至不愿意让母亲进到他们的院子。 她那天明明被母亲收拾得干干净净, 可那些夫子们的眼里明晃晃地写着脏。 她入了学, 可没过几天, 她就回来和母亲说, 她不想去了。 那是她第一次见母亲生气, 她拿着竹竿打她, 她没躲, 她知道是自己不对。 在她以前的记忆里, 母亲一向温柔, 哪怕是因为执意生下了她才导致自己落入这般境地, 也从不怨天尤人。 母亲不知道的是, 她在衣服的遮挡下的身体, 全是伤。 幼童们的恶毒从来都不屑于掩饰, 那些交钱进学堂的夫妇也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和娼妓之子待在一间屋里。 每当夫子不在学堂时, 一些孩子会把她围起来, 而另一些人全当看不见。 毕竟, 孟瑶是最低等的娼妓之子啊。 打完她以后, 母亲抱着她哭了好久, 她抱着她哭着说, 阿瑶, 去读书好不好? 她说, 好。 她四书五经学得通透, 连夫子都夸赞她的文章, 可她每落下一笔都觉得罪过, 那些纸笔的钱, 都是母亲的血。 不上学时, 她在楼里帮忙, 期待着得一点钱补贴母亲, 直到有一次, 母亲房里的人出来, 她进去清理, 结果被那男人拉住, 要把她拖进去, 母亲上来疯狂地拉扯, 神色癫狂, 那是母亲护子的模样, 那男人气急了, 把母亲拖到了街上, 扒光了衣服, 不许楼里的人去救她。 她拿了床单, 冲上去裹住母亲, 可那天之后, 母亲一病不起, 她甚至分不清, 母亲是清醒的, 还是疯了。 她的母亲死了, 她变卖了所有的东西, 只凑出来衣服保管, 可她没有钱, 让母亲葬进土里。 十二岁的少年, 跪在街上, 卖身葬母。 她面前是一手写的俊雅的好字, 可她身上, 没有半分风骨。 她也不敢有。 就是这个时候, 她遇到了兰西城。 中大街上所有往来的人都觉得她是骗子, 可兰西城没有。 那个时候, 她也不过是个半大的少年, 可依旧在她面前, 放了十两银子。 还说, 若是日后没有去处, 仅可以去兰家找她。 她安葬了母亲, 但没有去兰家。 她知道, 去了兰家, 她可以做一个下人, 好一点的, 能成为某个商铺的伙计, 乃至掌柜。 但是孟瑶的心里, 想和那个人对等地站着, 说一声谢谢。 后来, 孟瑶心里想, 她大概骨子里就随了她那个父亲, 野心勃勃, 永远想着不符合身份地往上爬。 楼里面不会计较少了一个孟师, 还是孟瑶, 左右, 不过是最低等的娼妓。 她在街上难无目的地游荡, 她没有身份, 也没有多少人认得她。 她东躲西藏了半年, 然后去官府报了一个假身份, 得到了一个新的户籍证明。 谎言对她来说信守年来, 之前在楼里面见过的达官贵人不少, 也够她伪装。 她去了三皇子府, 伪装成了一个云游道士的小弟子。 她装的纯粮, 又不经意间露出了自己的学识, 被管家举荐给了三皇子的贴身侍从, 她的名声成功地传进了三皇子的耳朵里。 三皇子果然对她感兴趣了, 可能原本只不过是抱着玩乐的态度, 可问着问着, 成了对政治局势的考虚。 抱着稀才的态度, 三皇子把她生为了嗜毒, 当然, 不是带进宫的那种, 但是也有了专门的人教授她。 她明白, 三皇子希望自己以后能成为她的谋士。 三皇子是她的贵人, 只是, 她这种人, 沾染了一点权势, 就更期盼着往上爬。 她遇到了机会。 三流世家秦家倒台, 所有男性被斩首, 女性则被冲入关系, 一生为奴。 三皇子是善良的, 因为与秦家的敌女有几分交情, 将她偷偷接进了府里。 虽然是歌女, 但要比进入妓院好太多, 但梦瑶比她知道的要多。 三皇子是真心信任她的, 毕竟, 孟瑶展现出来的能力越强, 她也越有上位的把握。 这个时候, 孟瑶已经开始掌控三皇子府的情报组织。 她知道, 秦家的倒台, 也是因为自己那个好父亲, 金光善。 金光善眼馋秦家主母良久, 多年前将她侵犯, 秦家主母不敢声张, 但是今年, 秦家家主在边疆立了功, 眼见着秦家地位即将跃升, 金光善暗中出手, 干脆杀了所有可能知情的人。 秦宿也清楚, 自己的仇人是秦家。 两个有着相同仇恨的人在一起, 总是会有着更加坚固的信任。 两人密谋了好久, 可是最理想的结果, 莫过于日后三皇子荣登大堡, 孟瑶登上朝堂, 慢慢消耗金光善身后的秦家。 可是他们不甘心, 晚报仇一日, 他们家人的灵魂 就会多受一日煎熬。 三皇子十五岁那年, 老皇帝开始分封, 三皇子有了封地, 他带上了他们。 可是, 此去封地, 没人知道, 三皇子, 已经再也不是原来的三皇子。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江星不比星, 第十五集, 孟瑶在之后的两年里, 悄无声色地换掉了三皇子所有的身边人, 就连贤妃留在三皇子身边的暗叹, 也被他揪出来, 要么意外送命, 要么被他策反。 秦宿在三皇子身边模仿了两年, 一举一动, 和三皇子相向了七八成, 其余的, 孟瑶会搞定。 同样, 孟瑶出色的政治能力, 让他即使远离京城, 也能操控那里。 他不断地试探, 皇帝如今的身边人, 终于让三皇子的出色一点一滴地传进了皇上的耳朵。 只是, 他没想到老皇帝会那么狠, 几道遗址彻底搅乱了五大世家的水。 甚至, 兰西城的弟弟兰望姬也因此送命。 消息被秦宿传过来的时候, 他明白, 他没有颜面再去兰西城的面前亲自道谢了。 他和秦宿的谋划到底是成功了, 金光扇可能到死都不会明白, 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 会在自己大业江城的前夕背叛自己, 可他和秦宿不喜欢现在的日子, 皇宫里面没有信任, 那张位子的背后是孤家寡人。 大仇得报的他们, 决定离开。 可是, 终究是其差一招, 败给了聂怀桑, 他不冤, 这条命就当还了三皇子。 只是, 放那场大火前, 他攥紧了怀里的两枚珍珠扣, 心想, 他从来没有告诉过阿素, 孟瑶喜欢他, 即使违背伦常, 受尽世人唾弃的那种喜欢, 但是, 他的阿素冲进火海抱住他的那一刻, 他觉得, 他这一生, 也算值了。 番外四, 荆家。 荆家, 是前朝最大的商骨, 可惜, 前朝末期风雨飘摇, 在乱世里面, 荆家就是一块肥肉。 出于商人的直觉, 荆家的先祖, 选择了清净家财, 追随大楚的开国之君, 事实证明, 先祖的决定是正确的, 大楚立国之后, 荆家的地位从, 事农工商的, 底层变成了顶层。 可是, 地位的月升, 打开了荆家欲望的开关, 颇天的富贵和大权在握, 让他们开始寄于龙椅上那个位子。 金光善, 就是荆家努力了这么久之后, 离皇位最近的那个人, 他为这个目标, 努力了半辈子。 只是没想到, 最后自己的雄心壮志, 会折在自己的两个儿子手里。 他培养了无数的暗卫和暗叹, 谋划了老皇帝的死亡, 他对其他四家嗤之以鼻, 世家就是世家, 搞什么忠心耿耿。 要知道, 世家和皇帝, 永远不可能在一条战线上。 他一直都知道, 自家儿子被他母亲宠备有些天真, 可是他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 竟然会把谋逆这件事情, 捅到其他世家那里去。 难道当朝太子, 不比金家的继承人地位尊崇? 他不明白, 承则九夕之礼, 败则满门黄泉, 他这辈子作恶无数, 却也想尽世间极乐, 到了地下, 若是先祖有问, 他也问心无愧。 于金子薛而言, 他这辈子过得有趣又荒唐, 前半生, 他是大厨武大世家的嫡出公子, 金家未来的继承人。 偌大的金城, 能跟他比量身份的不足两手之术, 即使是当朝皇子, 也不敢当面对他无礼。 后半生, 他是谋逆罪臣的后代, 是亥金家落入这般境地的罪魁祸首。 他被世人嘲讽, 被族人排挤, 若不是他一心向着狗皇帝, 甚至蠢到把家族谋逆的证据交到外人手上, 他们或许已经是皇亲国妻。 金子薛不明白, 他自有所学的知识告诉他, 忠君爱国, 他的父亲明明做错了, 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说是他的错? 明师明师, 难道说的都是错的吗? 他把金家剩余的族人带到了岭南, 他知道, 魏无羡和聂怀桑已经给了金家很大的退路, 毕竟, 他们保存下了一般的家产。 不过, 他没想过, 江艳离一介女儿家会那么大胆, 孤身一人出来, 告诉他, 他们的婚约还在, 他还是他金子薛的未婚妻。 他们成了婚, 没有双方父母的见证, 也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因为自己如今在金家并不受欢迎, 金子薛决定带着江艳离离开。 他想, 他或许并不适合朝堂, 他不明白别人心里在想什么, 也不想明白, 但是江湖好远, 当个游侠立身也不错。 京城, 皇宫, 金家的消息从来没有逃过魏无县和聂怀桑的注意, 每过几日都会有暗卫把金家的情况呈上来。 他们看到金子薛离开金家, 看到金家剩下的人拿着剩余的家产到处找寻人脉, 妄图恢复昔日的荣光, 看到金家如今就是一块肥肉, 各路豺狼虎豹都想围上去奋一杯羹, 聂二, 你可真是好寂寞啊。 魏无羡看着手里金家家产被夺的情报, 嘴角轻笑, 聂怀桑摇了摇手里的扇子, 自是比不得魏凶, 轻而易举就试探出了金家昔日里勾结的世家。 就是可惜了金子薛, 魏无羡挂着一副云淡风轻的笑, 眼底却是波绝云鬼, 我们这代人里, 就他还保持着当初那副蠢样子, 真不知道, 是幸还是不幸。 番外五, 魏英, 魏无羡这一生, 除了前十五年, 一直在京城生活以外, 只回过京城三次。 第一次回京是十七岁, 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也要为蓝湛报仇, 率领五万西将军一路东晋, 结果到了京城, 却直接陷入了皇位争夺之中, 最后成了大楚的辅政大臣, 虽然报复了所有害了自己爱人的凶手, 可也把自己困在了京城六年。 直到小皇帝终于满了十岁, 可以自己处理一部分政务, 他才放心地把朝廷交给聂怀桑, 回了西江。 第二次是三十岁, 外出游完多年的魏父魏母, 终于回京, 但是魏父已经病入膏肓, 回京的第三日, 就与世长辞, 于清晚也了无牵挂, 当夜自已身亡。 魏无羡回到京城, 处理了父母的丧事, 他在临前跪了三日, 然后遣散了所有郑国公府的下人, 只留下了几个无处可去的老兵, 只身又回了西江, 只是偌大的郑国公府, 就此成了空房。 第三次是四十七岁, 魏无羡率领早已经恢复元气的西江郡, 一举攻破了西满的都城, 彻底消除了大楚西江的编换, 完成了大楚建国三百多年了, 十几代将军, 魏靖的事业。 只是, 在攻破都城时, 魏无羡被流石所伤, 再加上这次战争劳心劳力, 一并不起, 留下一封遗书后, 就彻底陷入了昏迷, 再也没能起来。 他的义子魏元福官入京, 将魏无羡葬进了魏家的祖陵。 魏无羡下葬那日, 很多人都来吊咽, 虽然魏无羡久不在京城, 但是依照他这一生的功绩, 可以说若是他活着, 那便是封无可封。 聂怀桑在那日是最后来的, 他还是聂家的家主, 只不过两兵已经染了风霜, 他摇着一把水墨扇, 蘸了两酒, 然后将那把扇子 放进了燃烧着的火盆。 一路走好, 魏兄, 他看着魏无羡的官果, 静默了好久, 然后一言不发, 离开了镇国公府。 只不过, 他走的时候, 手里面是魏无羡亲手书写的那封遗书。 聂尔亲起, 怀桑兄看到这封信时, 大抵我已经成了关中枯骨, 怀桑兄也不必为我伤心, 一个在这尘世间漂泊无一的人, 死亡是一种解脱。 我常常怀念又是那段时光, 只觉得, 当日的我们不应该走上这么一段半途风华的路。 更觉得颇为可惜的是, 怀桑兄还没有兑现那日的与我鉴别时承诺的庆功酒。 我在昔日京城里最大的戏园子那儿, 存了几坛上好的昆仑商, 劳烦怀桑兄逢年过节, 倒点于我了。 在西江的这二十多年, 我常常回忆父亲的话, 又一起兰老先生昔日里课堂上的教诲, 只觉得, 万事在当时就已经有了预兆。 我们作为世家子长大, 本就不属于大楚王朝, 偏偏又学了中军爱国的四书五经, 到头来, 反而搞得自己里外说不清。 你也要多加注意, 如今, 孽家可谓是一家独大, 他们说不定会把注意打到你的身上。 不过, 我还是相信, 你是最狡猾的那只老狐狸, 满肚子坏水。 只是聂二啊, 我到底是没能活成当初期望的模样。 你也是, 没能过上喝茶听戏, 写话本子的生活。 不过, 你那些话本子真的不靠谱, 我到了下面, 一定告诉聂大哥, 让他揍你一顿。 聂怀桑看完了信, 自嘲地笑了笑, 魏兄说得凄惨, 可自己和魏兄比起来, 到底还是不够豁达。 好多次梦里面, 他都回忆不起大哥的模样。 他看着自己身上一身青涩如袍, 虽然他撑起了孽家, 可到底, 自己还是活成了大哥最讨厌的, 玩弄阴谋诡计的文臣的样子。 只不过, 他没想过, 魏兄直到死, 也把那件事情瞒得天衣无缝, 要不是当年, 自己也在其中插了一脚, 恐怕也不会想到, 魏兄和蓝旺鸡会是一对爱人。 想到底, 魏兄大概是怕影响到蓝旺鸡的名声, 毕竟作为两个男子, 两人之间并不会得到祝福。 只是, 聂怀桑摇了摇头, 魏兄这么多年里, 一次又一次, 让史官悄悄修改蓝旺鸡的评声, 将所有的杀孽都背负在了自己身上。 从史至中, 大概魏兄都希望, 蓝旺鸡能清清白白地流名轻视。 他不明白,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爱。 除了彼此, 没人知道他们相爱过, 蓝旺鸡死前, 蓝旺鸡不敢说, 怕污了魏兄的名声, 蓝旺鸡死后, 魏兄不敢说, 怕污了蓝旺鸡的名声。 聂怀桑摇着手里的扇子, 缓缓地在纸上添了几笔, 然后和尚书封面上留了两个字, 杂技。 魏兄, 我便做个好人, 留些野史杂谈, 让后人分说去吧。 江星, 后继, 当魏无羡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 他环顾四周, 只觉得万分陌生。 他不是, 死了吗? 他庆幸自己完成了历代魏家鲜辈的梦想, 也达成了蓝湛的期待, 了无生趣, 也不想苏醒。 只是, 这是哪里? 看周围的环境, 这是一座破庙, 冷风从墙缝溜进来, 吹得高台上佛像前, 丝丝屡屡破败的绸布, 呼呼作响。 可是, 自己为什么一点也感受不到冷? 他伸手, 轻而易举地穿透了墙壁。 所以, 他现在已经是鬼了, 是吗? 魏无羡, 有个声音在叫他, 宏远扩达, 远在天边, 又好像近在耳畔。 是谁? 魏无羡警惕地看着四周, 是谁在装神弄鬼? 你想见到蓝忘鸡吗? 那个声音继续提问。 魏无羡没回答, 继续警惕着周围, 他很确定, 说话的这个绝对不是普通人, 但是想拿蓝战来炸他, 还不够格。 无视刺方世界的天道, 你往下看, 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你。 那道声音继续说着, 没有什么情感起伏。 这个时候魏无羡才发现, 原来自己一直漂浮在半空中, 因为没有触感, 才没看到下面那个小孩, 那是个浑身破破烂烂的流浪, 他细看, 和自己长得一样。 这是吴的天道之子。 那个声音道, 他上一世的命运, 偏离了自己的主线。 吴现在, 希望你能从现在开始教授他, 让他快乐地长大, 走向自己应有的命运。 一段影像插入了魏无羡的脑海, 他看着这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孩子, 被拐进了江家, 成为江家的死士, 最后又因为江家被世家逼死, 用自己的死, 让江家更上一层楼。 当然, 作为报酬, 我可以答应你事成之后, 你会遇见你的蓝忘机, 挑选一个你们喜欢的小世界, 重新生活。 天道的声音继续说着, 成交? 魏无羡看着这个全城一团的孩子, 不过, 我现在这个状态可能就不了他, 无会让你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和身体。 天道化落, 魏无羡就看到地面上变换出了一个身体, 和自己的长相完全不同, 先锋道骨的, 像个云游道士。 然后, 他就感觉自己的灵魂 被拉扯进了这个身体里。 你是没落宗门的弟子, 久居深山, 门中只剩下你一个。 你此番出山, 就是为了找一个好苗子。 天道向魏无羡介绍这个新的身份, 当然, 这个身体是我新创造的。 你的实力在原因巅峰, 是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所有的功法典籍和修行常识, 我已经融合进身体里了, 你可以自行查看。 魏无羡一把抱起来四五岁的小魏英, 给个被子, 我先把它包起来。 魏无羡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戒指。 储物戒指, 你需要的日常用品, 银子和丹药点击都在里面, 只要你想, 就可以出来。 天道变换出了一个戒指, 放到了他的面前。 我只能显化这一次, 希望你能保护它, 让它快乐地长大。 天道的声音渐渐虚化, 像是又要陷入沉睡。 等等, 天道, 魏无羡叫住了天道, 我能问问, 你是怎么把我召唤过来的吗? 是愿力, 很多的愿力, 他们希望改变结局。